台北馬拉松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早安 歡迎收看由東森電視台為您現場立即實況轉播的 2016年台北馬拉松 這也是我們東森電視第六年為大家現場立即實況轉播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在台北的天氣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好 大家已經是蓄勢待發 這一次總共全馬跟半馬有兩萬五千人準備要來進行這場賽事 大家好我是熱血主播袁凱 在我們今天的現場我們還是請到了我們的甜心主播 我們的佩穎一起來服務 佩穎 哈囉大家早安 袁凱哥早安 潘老師早安 還有所有電視器前面的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好熱血的一個早晨 好那當然今天除了兩位主播為您服務之外 在今天我們的現場我們還是請到非常專業的教練 就是我們的潘瑞跟潘老師 潘老師你好 好 袁凱好 佩穎好 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好 我們來看一下潘老師其實已經也是連續好幾年來參加 我們的這個轉播的一個服務了 我們潘老師的資歷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資深 我們來看一下老師其實在這個資歷的部分 我們請佩穎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老師是教育部體育署高中體育班的規劃委員 也是台北市鐵人三項的運動男子隊的教練 同時也是成員高中田徑隊的教練 更是我們超怕紅手林毅潔還有陳彥博的啟蒙教練 非常非常的厲害 哇 老師你那樣照片是哪拍的 帥 特別選過 謝謝 那今天會創佳機 今天會創佳機 好 我們的比賽馬上就要開始 我們可以看到在第一排是我們的國際選手 還有一些我們國內的長跑好手 他們都已經敘事待發 六點半鐘會準時開始進行比賽 那今天在整個路程的部分 等一下我們會在比賽的當中跟大家來報告一下 因為這一次的比賽我們會有一些路程上的改變 那這些改變會不會影響這個比賽的成績呢 等一下我們也可以請派老師好好的來幫我們解說一下 那當然在今天的比賽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六點半的時候 等一下會有全馬 也就是跑四十二公里的選手會出發 總共有七千人 那在七點鐘的時候會有半馬的選手有一萬八千人 總共這一次會有兩萬五千名的選手 他們要來角逐這一次的我們台北馬拉松的冠軍頭銜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個當然第一排就是我們的精英選手 因為要控制到他們的整個速度 而且他們今年還是有破紀錄的獎金 對 除了冠軍獎金是八十萬元之外呢 這個破紀錄的獎金依舊是一百萬元 而且呢這個破紀錄的獎金已經好幾年沒人拿了 很希望今年可以有人可以抱走這個獎金 但是是不是也許在今年不知道這個難度是不是會更高 待會我們要討論一下 好的 那為什麼這幾年破紀錄的獎金 一直沒有辦法達成的原因是什麼 氣候是其中一個原因 天公做不做美 對 我們記得天有在2013年的時候 整個下雨 對 然後這兩年天氣又暴熱 這個都是一個原因之一 好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在銘槍台 要即將主持銘槍的貴賓名單 待會我們會為您一一的來唱名有哪一些貴賓 今天跟我們一起共襄盛舉齊聚一堂 當然你也看到了這一次呢 我們有旅美的棒球好手陳偉英 他特別擔任我們台北馬拉松的活動大使 好 我們的陳偉英還在就站在 我們台北市長柯文哲的旁邊 還有我們的紀政 我們這個飛越的領洋 中華民國路跑協會的 名譽理事長紀政的旁邊 待會呢就要由這幾位的貴賓 一起來銘槍起跑 好 要準備銘槍起跑了 我們看到我們所有的貴賓是一字排開 我們2016年台北馬拉松即將開始 我們請貴賓先放下銘槍 秉息一代感受 預備動作 作假動作而已 好 那再跟大家重複一片 我們這次的銘槍貴賓名單 包括了有我台北市長柯文哲 還有教育部的體育署 全民運動組的組長呂中仁 以及我們台北市政府的體育局局長 鄭芳範 還有中華民國負草協會的 名譽理事長紀政 您看到的 好 我們還是先來看到這個 準備銘槍的儀式 好 銘槍的儀式剩下最後的10秒鐘 哇 我們2016年台北馬拉松 就要正式開始囉 好 現場已經在進行的是倒數計時 最後3秒 2秒 1秒 好 銘槍起表 我們2016年台北馬拉松 可以說是正式的開始 我們可以看到所有的選手 衝出了我們的起點線 哇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壯觀 再透過空拍的鏡頭 我們再來看一下 中生電視台連續第六年轉播這項賽事 我們的轉播的技術也是越來越精良 是 透過了轉播 透過了空拍 你可以看到現在是6點半的時候 正式全程馬拉松的選手 正式起跑的這一個空拍 秒看的這一個場面 非常的壯觀 好 剛剛還有幾位 我要為您介紹的在這個銘槍台上的貴賓 包括了還有我們的 中華民國路跑協會的理事長 曹爾忠 跟我們的秘書長 陳華恆秘書長 還有富邦經控的總經理 徐完美總經理 愛迪達台灣區的總經理 Paul B 碧寶元 還有跟我們的陳偉英 這次擔任台北馬拉松活動大使 以及上海體育局的局長 黃永平 還有來自日本進鋼室的副市長 跟花卷室的市長 都跟我們一起共襄盛舉 好 那我們介紹完貴賓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選手們 全部已經衝出了這個起點線 當然有7000人 那7000人的話 還需要一點點時間來消化 那我們剛剛有談到一個話題就是說 好像好幾年沒有達到這個破紀錄的這個情況 那老實說是跟氣候有很大的關係 那今天的氣候如何呢 今天的氣候是 剛剛測試了要是14度 現在是14度 現在已經飆到15了 那現在要看再過一個小時之後 才能夠決定說 今天的成績表現度是怎麼樣 這個是影響的因素之一 對 不是絕對的 賽道也是個關鍵 賽道也是關鍵 沒錯 在今年呢 其實在整個賽道的部分 我們又做了一些改變 尤其是在市區的部分 我們多增加了6公里 因為我們也想讓台北的這個城市 能夠多展現在這個 世界的眼前 或者是我們起跑者的眼前 所以也讓我們所有的這個跑者 能夠有一個不同的感受 古城之旅 對 我們這次的定義叫古城之旅 什麼叫古城之旅 佩穎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 這次呢 包括我們的這個 全城馬郎松即將要跑的路線圖 現在已經出發了嘛 對不對 會經過信義路 然後這仁愛路呢 行經我們的警符門 東門 然後愛國東路之後呢 就會行經我們的立正門 就是南門 再來是小南門 就是崇溪門 以及我們的北門 尤其今年的台北市政府 拆除了忠孝橋之後 就提升了都市景觀 也重現了北門的地景的意象 然後再來呢 就會走忠孝西路一段 緊接著呢 就會行經中山南路 然後再進入到我們的 美堤河濱公園 再行經彩虹河濱公園 上城宮橋之後呢 也會來到我們的 左岸河濱公園 然後再經過大家河濱公園 來原線的折返 之後呢 再回到我們的終點 OK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現在7000人 其實7000人還蠻快的 好像感覺一下就快消化完 對 他一定有限額 是 還是有限額 實力一定的選手 其實我們的台北馬拉松 現在已經有慢慢的一個趨勢 那我把它精簡為三化 就是專業化 精緻化 還有認證化 就是我們的馬拉松呢 在今年已經取消了10公里組 還有這個3公里的休閒組 為什麼要把這些最大宗的 這些組別給取消掉呢 就是希望呢 能把我們的台北馬拉松呢 能夠做一個國際上面的一個 接軌 接軌 認證 我們知道世界上 所有的大型馬拉松的比賽呢 其實都是跑中專業的馬拉松 包括的是全程 包括的是半程 所以呢 在國際認證的一個部分呢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改變 從去年開始 其實就慢慢的已經在把 取消是10公里 3公里 那今年呢 就是只剩下全程跟半程 那其實有很多的朋友就說 啊 那我們真的跑不到耶 台北市還是有很多規劃 一年當中的路 路跑還是很多 所以說我們想說 就是把這個台北馬拉松 要變成一個非常的專業 精緻 然後認證 那如果你真的跑不到21的話 是 就請參加別的馬拉松 循序漸進嘛對不對 對 而且這一次我們這個全馬的馬拉松 有一些參賽的名人也要跟大家來介紹一下下 毛骨肉像是我們國內的選手 何敬平 還有我們的黃世昌 跟蔣介文 謝謙赫 還有我們一位這個俗稱是 鐵人貴婦 是我們的藝人朋友對不對 就是賈詠傑 這一次他也跑了這個全程馬拉松的部分 賈詠傑其實他的專長在鐵人 鐵人三項 鐵人三項 鐵人更猛 對 游泳跑步腳踏車 對啊 這對他來說難不倒他吧 42公里老實說他應該是OK的 小CASE OK 而且他好像還跑到了歐洲去跑 對對對 反正就是一個很厲害的 新聞也有報導 對 很厲害的一個藝人 那其實今天在國外選手的部分呢 我們還是要關注的就是 幾名來自肯亞的選手 這個肯亞路的那個大軍 每次來到我們的這個台門馬拉松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那今天能不能破紀錄呢 等一下呢 我們也會鎖定到這些的人物 包括了是 背號一號的桑米 包括二號的克伯爾 包括三號的坎奇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桑米基特瓦拉 他最好的成績是 兩小時零四分二十八秒 近期最好的成績是 兩小時零五分四十五秒 是在今年的荷蘭阿姆斯特丹 桑米如果能夠 跑到近期最好成績的話 他也可以打破我們的紀錄耶 有機會 我們的紀錄是兩小時十分二十四秒 他跑很接近 非常地快 對啊 還不錯 然後我們看到的是 威廉克伯爾 他近期的成績是在萬金石 這也是我們台灣的很重要的一個馬拉松 是在新北市所舉辦的 有任何投票 他的成績是兩小時十三分零五秒 他如果跑進到最佳成績的話 他其實也是有機會來打破我們的大會紀錄了 再來我們看到傑克伯爾坎奇 他最佳成績是兩小時零八分四四秒 那近期呢也是在台北的馬拉松 那他是在去年的時候呢 是兩小時十七分五十八秒 兩小時十七分五十八秒 那去年我們記得他的時候 他的狀況可能是在後面 稍微就是 可能天氣的因素 所以就稍微慢了 那我們再來看到是女子選手 女子選手 我們看到的是墨西奇巴魯斯 那他近期的成績是兩小時31分42秒 已經是2014年在德國的漢堡 所創下的成績 那最佳的成績呢是兩小時27分 如果這些選手呢 都能夠衝出最佳成績的話 其實他們都有機會打破女子組的記錄 我們看這名利亞傑貝特呢 他也是在近期呢是兩小時26分55秒 那這個成績如果跑進來的話 也是打破了女子組的記錄 是兩小時27分36秒的記錄 很有機會 那我們再來看到另外一名肯亞的選手是 納歐密馬憂 那我們來看到他近期的成績是 兩小時42分40秒 也都幾乎都是來自肯亞的選手了 但他最佳成績是兩小時29分14秒 好 這是我們介紹的這個 國外的選手的部分 那我們緊接著來看的 就是我們請潘老師幫我們介紹好 蔣介文 蔣介文進況如何 蔣介文目前是在代課 那邊代課然後邊訓練 因為他的訓練是有一定的計畫在做 包括明年有全運會 這個都是他納入這個訓練當中的一個計畫 所以他是全年度的一個計畫在走 好 那我們緊接來看到了也是何進平 那也是我們國內的一個 長跑海手 那何進平的狀況呢 何進平剛剛里約奧運有比回來 那他的計畫也都是按照這個 這個原來的教練給他排定的在推進 按部就班 對 所以他在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這個兼課 等於是做這個專業運動教練 帶長跑隊這樣子 那我們再看到的就是國內的選手 黃士昌 接下來我們來看女子選手 女子選手這一次呢也有 謝千賀 好 那包括的是謝千賀呢 還有其他的很多的女子選手呢 這一次呢也會來進行 同場來較勁 好 現在看到的是女子組的部分 好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女子組的部分 帶頭跑前面的 幾乎都是我們這次邀請來的選手 肯亞的選手 所以在比賽的一開始 當然他們的步伐 可能還要先稍微熱身一下 好 我們再來看到的就是男子組 男子組的速度 這個不平呢 基本上就比女子組要來快的許多了 而且男子組 速度很快喔 他們已經進入到了仁愛路的圓環了 好 今年的路線呢 特別跟文化結合 我們會跑四個的古城門 我想是今年特別有特色跟不一樣的地方 因此呢 全程馬拉松的跑者呢 就要調整跟他們要體驗新的賽道 因為這一次呢 有所謂的古城之旅 所以他們即將會經過的是我們的 景福門 東門 麗政門 南門 崇西門 小南門 還有我們的成恩門 就是北門 好 今年我們這個全程馬拉松的路線呢 做了一點點小小的更改 那不知道對於這個全馬的選手而言 將會是什麼樣的這個挑戰 或者是怎麼樣適應這個新賽道呢 好 我們看到其實以前是後半段的地方 他會在大家和平公園多繞一圈 那這一次呢 就把大家和平公園的那一塊呢 放到了那個四個城門 對 老師看這樣的路線是變得比較好了嗎 對 六公里大概 我們推估了大概是多了六公里再四居 那也就是和平公園的部分 我們減了六公里 對 這樣子的話呢 它的賽道會比較寬敞 然後比較能夠在賽道上可以展現出來 如果在和平公園的話 它的賽道比較窄 然後彎度比較多 所以對他們的配數都會有多多少少的影響 好 那現在呢 比賽呢 進行當中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我們2016台北馬拉松 歡迎各位觀眾 再回到我們2016年台北馬拉松的現場直播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在我們的市政府的前方 我們所有的全程馬拉松的選手們呢 他們已經是目前正在奮力的進行他們的旅程 42公里那當然對於他們來說 以現在的情況來看 這只是剛剛的一開始而已 熱血沸騰 而且我覺得今年天空很作美 因為排除到之前的冷氣團來一起 今天的天氣也很好 對啊 前幾天還真的好冷 那今天呢 天氣呢 現在14度 15度左右 可是呢 如果太陽出來了 溫度會上升 其實老實說我們轉播這幾年來說 如果太陽真的出來的話 其實對選手來說是不好的 是考驗 對 是考驗 溫度會飆跑 因為我常常問老實說 跑馬拉松最好是多少 老實說大概13度對不對 10度到15度之間 對 我們人類來說是很冷的 但是對跑者來說是最好的 最舒服的狀態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呢 就是女子選手跟男子選手 我們做的一個分割的畫面 那女子選手大部分都是肯亞的選手 然後旁邊呢有一些男子選手呢 就是我們國內的選手呢 他們跟在旁邊 那我剛剛也問了一下潘老師說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的一個策略 其實因為 男子選手 肯亞的男子選手 他們那個速度太快 配速 你如果一下子跟那個男子選手 你可能10公里就報廢了 體能上要有所調節 對啊 就整個爆掉了 所以說呢 國內的選手呢 其實呢 他們有一個策略 就是跟著精英組的女子選手 這算是一個策略嗎 對 因為他們的配速 也是來自於 所以每公里 比如說是6分鐘 或者5分半 他們都有固定的一個配速在跑 所以我們國內的這個男生來跟的話呢 會比較符合他們原來訓練好的配速 沒錯 所以我們感覺那個肯亞的女子選手的旁邊 好像有很多的敬衛軍的感覺 好像在護衛他們 很多的護花使者 對 護花使者 都是我們國內很優秀的男子選手 而且還蠻多的耶 對 我們看肯亞選手這個女子選手呢 旁邊真的還蠻多男子選手 就跟著他們的步伐 大家而且 大家還蠻有志一同 感覺很像在看那個軍隊在跑步那種感覺 大家好像有人在前面喊口號 然後後面跟著跑 原來是有學問的這樣 透過我們剛剛潘老師的講解 哦 今天又學到了一課 對啊 而且這一群人感覺那個步屏 都好像是一樣的 對 因為這個設定 比如說我們看這個肯尼亞最好的成績 是2小時27分 那這樣子的話 這些男生如果靠在這個配速上 節奏上 他們會取得比較好的優勢 跟適應 所以跑起來的話呢 他們比較可以說不會被群 群體當中如果說是掉隊了 那他們的成績上 可能就沒有辦法拉抬到 跟這個肯尼亞的選手 這樣子的一個水準 所以他們會緊迫敵人 緊迫敵人 對 就是這樣跟隨著 這個節奏跟配速來跑 來完成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男子選手 那他們就比較孤單 他們沒有精衛軍 這三個應該都在鬥志 都在鬥志 目前我們看到的是2號 其實現在領先的是1號 1號 桑米 桑米是領先的 然後2號是排在第三位 那個背號呢 還有一個是0037 0037號 0037號 是異軍突起的 異軍突起 也沒有出現在我們的紀錄當中 對 但是目前為止 我看來好像都是1號目前保持領先 就是來自我們肯米的桑米 基特瓦拉選手 好 那他的速度沒給 請老師來分析一下 這樣子的配速 大概1公里 大概3分10秒到3分20秒之間 對 那這樣算快嗎 一開始的配速的話 如果是一般國際上來看的話 這個算是在第二集團 第二集團 第一集團 大概他們的配速會在3分05秒 每1公里這樣推算 所以他一開始可能還沒有衝出來 還沒有 現在還在試水溫 身體的溫度 感覺各方面先調出來 如果今天的感覺 對味 他們的配速的話 就會持平穩定 然後接著呢 他們可能再強調一次說 我後段的20公里 我應該可以再快一點點 他會把那個5秒這樣再縮小 就會拉抬到1公里3分10秒 那這樣子的話 他們創造就要記得機會 好 我們剛剛也透過這個制高點 可以看到我們其實轉播的用意 就是我們現在的鏡頭也越來越多 我們架設的機器也越來越多 也希望把台北這個城市 能夠行銷出去 所以辦活動 辦馬拉松其實不只是比賽 其實就是一個城市的行銷 讓世界看見台灣 所以說在今年呢 我們的這一場馬拉松 是一個穿越時空的古城巡禮 有打造全新的賽道 對 所以剛剛像我們有跟大家提過了 在這次我們全城馬拉松的路線上呢 特別安排了 像我們經過了這個四大城門 四座城門之外呢 還有喔 在日治時期被拆除的原本的寶城門 就是西門的舊址 就是要讓我們所有的馬拉松的好手呢 彷彿跑進了時光隧道一樣 跑進了歷史當中的台北古城 非常的用心 等一下呢 如果進入到古城區的時候 我們會特別來掃一下 那個逃者可以看到的這個風景 平常你可能都不會去看這些城門 台北市民對不對 可是越來越漂亮了 尤其在一些我們的這個 都市重建之後我覺得 尤其是北門啦 對 北門以前放在那邊的時候 大家就感覺好像是一個 破掉的建築 那自從那個忠孝橋引道拆掉之後 它真的就是重現光明 它露出了美麗的面貌 對 而且呢 現在旁邊都做了公園 很多人去那邊拍照 是有合作的 甚至跟附近的商圈 對 那現在呢 這些選手呢 其實跑過去的話 我覺得他們也會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對 那個 你平常坐車你就只是過去了 你現在如果呢 親自呢 用腳而跑在他的旁邊 會有另外一番風味 而且世界會看到台北的這個古城 不只我們有商業 我們也有文化 有歷史這樣 非常的棒 好 我們繼續看到的呢 就是 女子選手的部分 女子選手的部分 那個進衛軍已經開始有點喘了 現在是由國際的女子選手 好像就是領先在比較前面的位置 我覺得女子選手的速度 是不是有點加快了 差不多 差不多 他們就在 一公里如果這樣子配的話 是前段他們應該是用四分鐘的 OK 四分鐘的配數 不是女子選手變快 是後面變慢 喔 原來 後面的那個 國內的男子選手已經有點開始吃不消了 對 可能 即使是女子選手 其實他們的實力還是很厲害 對 這些精英選手 我們邀請來的真的都很厲害 每年都很大咖 我們剛剛看到了 應該他們那個 男子選手應該已經跑到了 中正紀念堂的附近了 跑到中正紀念堂的附近了 因為很多的遊覽車停在這邊 就知道就是中正紀念堂了 好 那我們的比賽呢 持續在進行當中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再回來 歡迎各位觀眾 好 再度回到我們2016年台北馬拉松的現場直播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精英男子組 總共有四名選手 他們已經把整個長長的隊伍給甩掉了 現在他們四名選手呢 開始要進入到耳魚我炸 而且這四名選手呢 已經進入到了我們這一次馬拉松的重點 就是古城巡禮 他們剛剛已經有經過了南門 那現在呢 又要往另外一個門去了 那現在呢 其實應該是無暇 無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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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你什麼門對不對 已經進入到了古城區 不過觀眾朋友可以欣賞 尤其是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然後還有很多 在外國的朋友也可以看到 我們的這一次馬拉松 有一個精心用心的規劃 對 我們有讓古城區 露出它很美麗的面貌 讓大家都可以看見 好 那我們看到呢 這個四名選手呢 目前一號 桑米基特瓦拉 還是保持領先 他還是保持領先 後面緊追在後呢 也都是精英的選手 那以這樣的配數來說呢 現在看起來 這四個人應該是甩不掉了 對 他們現在應該先纏住了對不對 對 第一位的話 他的配數是很穩定的 後面的話 成績沒有達到他的水準 但是他們也試圖說 用這樣的配數 跟看看 跟看看 也許有機會 他也可以創個人最佳 甚至呢 也許第一名 他爆台了 我就有機會 拿到冠軍了 這個都是他們在保護當中 出現的一些 他們的腦子裡面的畫面 這都經過計算了 對 耳魚我炸的過程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女子選手呢 女子的精心選手 他們就配數都非常的平虛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人數也非常的多 那男子選手呢 其實基本上也有跟了上來 那男子選手 大部分是我們國內的選手 對 大概我們國內選手 兩小時30分到40分的 會趕來跟這個集團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再把鏡頭呢 轉到了就是我們的舞台區 舞台區呢 現在是半馬的選手 21公里的選手呢 準備要起跑 半馬的選手其實還蠻多的喔 有一萬八千人 是要比這個全馬的選手 要多了一倍還有多喔 等一下一萬八千人呢 也會在準時在七點鐘的時候 來開跑 我們來看這個壯觀的一個場面 而且即將在鳴槍台主持 鳴槍的貴賓名單 包括我們台北市的 政府秘書長蘇力瓊 還有我們教育部體育署全民運動局的組長呂中仁 以及我們中華民國路跑協會的名譽理事長紀正 還有我們的路跑協會理事長曹爾忠 跟我們富邦金控的總經理許完美 還有當然就是我們台北馬拉松的活動大師陳維英 以及我們上海體育局的副局長孫維明 還有日本花卷市的市長 要來進行我們半城馬拉松的名槍的活動 好 我們看到這個是台上的貴賓 那當然在路跑的部分呢 蠻多的國內選手 尤其年輕的選手都會來參加這一次的半馬 因為其實明年的世大運 2017年世大運在台北 在台北他們比的比賽就是半馬 重點項目是半城馬拉松 所以這次有很多世大運的選手呢 他們就來報名這個半馬的比賽 其實來測測自己的實力了 對 看看有沒有機會去達那個培訓標 甚至於說更好的的話 我可以參賽標也達到了 對 沒錯沒錯 而且那個路線的話 是不是也是比照這一次辦理的21公里 到時候還是會做調整 還會做調整 對對對 好 我們的這個半馬的比賽呢 馬上也要開始了 剩下最後的20秒鐘 好 現場的氣氛呢 好 現場的氣氛呢 已經是越來越high了 因為呢 在這個組別當中呢 是人數最多了 我剛說過了 有18000人 好 大家都從一早開始呢 就來到這裡呢 來享受這次的比賽 剩下最後的1秒鐘 好的 哇 半程馬拉松也已經起跑了 我們這一次的半程馬拉松的路線圖呢 從市府路的起點一路呢 會跑跑跑跑到了仁愛路 一樣中山南路 中山北路之後呢 明水路 樂群一路 然後進入到我們提頂大道 接著是麥帥二橋 然後再下基隆路的閘道 最後呢是信義路 再回到我們的終點市府路 這是21公里半程馬拉松的路線 半程馬拉松路線比較單純啦 那它好像就是 相較之下 跑一個圈圈 那它只有跑一個門 那就是景福門 它沒有進入到我們的古城區 我們知道全程馬拉松要跑四個城門 那這一次的半程馬拉松呢 大概只經到 經過景福門之後呢 它就進入到了中山北路 中山南北路 然後就直接轉到明水路 最後就進入到大家河濱公園 然後就回來了 是 就回來了 所以我們看這個路線圖 就比較單純啦 就是一個圈圈而已 就是一個圈圈 那我們剛剛看到了全程馬拉松 它就會比較複雜 它就會繞到 繞到古城區 然後還要繞到大家河濱公園的內部 繞一圈再出來 這一次我們的半程馬拉松的選手呢 也有很多一些名人有參與喔 包括現在來介紹我們的國內選手好了 像是陳炳鋒 他是2015年台北的馬拉松 國內男子半馬的冠軍 這次也有參賽 去年的冠軍 是的 還有我們的副淑萍 跟張芷萱 曹淳 尤雅君 陳育璇 還有我們的曾廷偉 跟陳淑華 在名人的半程馬拉松的這個參賽者的部分呢 包括我們的這個蕭青陽 很有名的設計家 跟我們的陳如山 就是四分位的主唱 還有我們的侯文勇 就是醫生 也是現在應該來說是作家 很知名的作家 跟世源界歌手 還有歌手就是前Energy的 張書伟以及梁一貞 還有我們的富邦集團的董事長 蔡明忠董事長 這次也來參賽21K 哇 大董也跑21K了 有練有練 我記得三四年前他才跑10K耶 對 循序漸進嘛 真的叫循序漸進齁 這兩年應該有累積了所謂的跑步的存款 所以就挑戰一下半馬 真的耶 以前好像他 我記得好像他從三公里開始 沒錯 對不對 我記得他先跑三公里了 有一年跑十公里 慢慢增加 哇 到今年已經半馬了 現在已21了耶 所以真的要慢慢累積 明年有可能是全馬 全馬 是假的 哇 這很有成就感耶 這個都有機會 都有機會 對 10公里 好像21公里應該 對 他的訓練量要增加 要增加 對對 就是你的存款量要一直進來 因為進階感覺很高 我覺得21到42最難 應該比較難吧 對 這個全程馬拉中的話 如果你要按照既定的去配速去跑的話 你的訓練的計畫要非常的嚴謹 而且周密 這樣子在跑的時候才不會說 我是坐車子回來的 是 這樣子的話會覺得很老虧 對 很拉扯 對 哇 老師你講嚴謹 大概要多嚴謹 就是說他的訓練每個禮拜的量是多少 比如說100公里或者120公里的累計量要足夠 尤其是前三個月 那個完全要投入在裡面 這樣子整個全程的馬拉中跑回來的話 才會比較符合你原來的設定的配速 有計畫在進行的 對對對 如果你是初一十五或者是說 我一個禮拜跑一次 這樣跑不完 那一定會車子幫你載回來 那很測試那個恆星跟毅力耶 對對對 所以大部分我們的跑者都有這種概念 都有這種概念 一定是啦 42公里真的不開玩笑的 對啊 那這很可怕 對 台灣的跑步運動還是最盛行的 所以這些跑者的知識 各方面都很充裕 也很充足 所以他們在要求 自我要求的部分都非常的嚴謹 好 再來透過了空拍機好壯觀跟漂亮的畫面 熱血沸騰 哇 這是在我們警服門上面 現在已經這個大批的部隊 已經是開拔到這裡來了 哇 這個非常的壯觀 這是我們的警服門 我們可以看到 警服門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壯觀 這也是我們古城巡禮的第一個門 所以我們的跑友都可以經過 而且可以看一看 經過的時候其實平常你不太起眼的這些古城門 其實早上跑起來滿心況神怡的 而且非常的漂亮耶 會讓大家覺得說透過了這樣子的畫面 我們的呈現你可以發現 警服門搭配了這個選手 選手就用他們的這個矯程來記錄不一樣的台北市 非常的有歷史跟文化 而且如果你比較不太在乎成績的話 你還可以順便拍個照打卡 對對對 直播一下有沒有 直播也可以啦 跟上最近的風潮 好 如果你覺得就是只是參與 然後enjoy的話 對 這是他很棒的一個經驗 你可以做這個直播的服務 邊跑邊直播也很累喔 蠻累的喔 好 我們現在看到了總統府前面 我們的男子組的選手 還是有我們的1號 1號 2號 5號 還是這四位 是 看來這間將是一場這個 新機戰這個鬥爭 將會就是四個人持續的來進行 對 那實際上他們的距離上 是有切割出來的 切割出來的嗎 並不是說集中在一起 如果集中在一起的話呢 他們可能在鬥志方面 會用的比較多 那目前看起來的話 整個距離上他們是有被拉開的 有錯開出來的 所以應該是在跑個人的配數 第一位 他們後面是想辦法要更上他 這一個戰術應用是這樣 好 剛剛看到的是 我們的國際選手的部分 而今年的半馬報名人數 剛剛凱哥有說是一萬八千人 當中男生參加人數 有一萬一千多人 女生有六千多人 女生參加的人數也越來越多 每一年女性的參賽人數 都持續的在攀升 今年的報名總人數 就有七千多人 然後二十一K的女性 報名的人也有一萬多人 你可以看得出來 女性朋友 很多的女性 跑者越來越多了 大家都很熱愛運動 對 女性意識抬頭啊 包括了運動 韓佩妳最近還有在跑嗎 有啊 但是我還是覺得 要跑到二十一K很難耶 所以妳現在 十K也很難 就一直五K 怎樣 五K不行嗎 三年前妳還可以 沒有一開始是三K 五K很棒 五K很棒 可是就像老師說的 我覺得很多是不可以貿然進行 你要慢慢的就是循序漸進 像凱哥沒有練 就不可以一剩下就十K 我是半K 你是半K 所以一定要像剛剛潘老師說的 很多事情都是要有計畫 有體能的訓練 你才可以陸陸續續參加 我們的馬拉松的運動 女性朋友 男性朋友都是一樣的 這個叫做跑步存款 慢慢跑啦 慢慢跑 五K 算了妳每天都在 我每天都五K 妳每天都在賽網 根本沒有去補魚 對啊 好 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我們 半成馬拉松的選手呢 依序在跑出起點線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再回來 歡迎各位觀眾 再度回到我們 2016年台北馬拉松的現場直播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我們女子組的精英選手 那他們跑賽的情況呢 跟剛剛差不多 女子組的競爭更激烈了 對 第一集團 八位 對 第一集團呢 所有的選手呢 都擠在了一起 本來我們邀請了三位 7001 7002跟7003 目前都在裡面 都是來自肯亞的選手 對 那其他應該算是 自行報名參賽的 那他們也混在其中 緊咬不放 那他們也是有機會 可能有一些黑馬也在裡面 對 他們長年都住在台灣 就在台灣集訓 訓練參加台灣的所有的 路跑比賽 真的喔 或者馬拉松比賽 都有出現他們的蹤跡 然後他們的成績的表現 也都還不錯 大概有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計畫 長期在台灣集訓 對 他們就住在台灣 有的住在台中 有的住在台北 有的住在高雄 只要台灣有辦比賽 他們就會幫我們參賽 因為他們知道 台灣是路跑天堂 每個禮拜都會有很多 大大小小的路跑比賽 這種獎金 弄一弄也不少錢 台灣是個很好路跑的天堂 集訓的地點 跟比賽的地點 好 我們現在看到了 全馬的男子精英選手 哎呦 現在有差距囉 又是1號我們的桑米 剛剛大概也不過是 三四公尺的距離 那現在又拉開了 現在應該20公尺 到30公尺 對 現在拉開了 1號 目前1號桑米 基特瓦拉 是的 拉開了 他的配速還是 維持著他原來設定的配速 所以我們剛剛看 就是每公里3分 10秒到20秒之間 他並沒有掉速的現象 因為看動作就可以知道 他的配速是持穩的 很穩定 好 那我們當然看到了 這個選手的表演之外 在這次我們的比賽 其實有很多的我們的 贊助廠商贊助我們 我們才能夠舉辦 這麼大型的活動 那我們現在目前呢 在舞台區呢 我們的主播Summer 也在現場 我們先把時間交給Summer Summer 袁凱 佩穎早 今天的台北呢 可以說是活力十足 非常的熱血 因為非常多的人 都來參加台北馬拉松 台北馬拉松 已經舉辦非常多年了 大家知道嗎 一個活動能順利的進行 要非常多的人支持 尤其是我們耳熟能響的 布邦驚控 已經支持非常多年了 今天呢 我們也非常榮幸 邀請到了韓總經理 經理 其實我們知道 富旺金空嗎 支持台灣的賽事 有非常非常多年了 尤其是這個路跑 可以跟我們聊一下嗎 我們這個很榮幸 從2009年開始 就贊助台北馬拉松的這個活動 我們也是想說 藉由贊助這個賽事呢 一方面培養這個運動人才 一方面這個推廣社會運動的這個風氣 能夠這個也發揮我們這個 富邦品牌的精神 也就是正向的力量 希望大家藉由這個路跑 能夠感受到這個社會正向的力量 沒有錯 我們是由行動來感受 而且呢 經理我們可以聊一下 其實這一次啊 我們在現場啊 有很多特色的一些景點對不對 像是這邊有可以拍照的 來 經理我們這邊走一下 旁邊好像有很特別的東西喔 其實我們可以帶觀眾朋友一起走一下 我們現在先來走好了 其實可以看到 除了有玩偶之外啊 來 經理我們這邊 這邊竟然還有可以打卡 然後直接玩這個是棒球籃球嗎 經理可以跟我們聊一下這個嗎 我想說這個 大家除了這個運動以外呢 我們想藉由就是這個 我們叫我是大明星的這個拍攝的活動 讓大家就是來體驗一下 就是做這個大明星的這個 是什麼樣的這個架式 希望能夠也是預教於樂啦 大家就是在運動的時候 也可以有更多的不一樣的樂趣 沒有錯 其實可以看到現場的區域 除了有高爾夫球 然後還有籃球 還有棒球 其實呢也是要跟大家說 大家要多注重這個體育賽事 他在富邦經痛全期這些長期呢 都有在贊助一樣的 那現在呢其實現場還有很多精彩的賽事 我們就先把現場的交換給袁凱囉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個Summer剛剛幫我們連線了 那我們知道其實富邦現在很厲害喔 他除了舉辦贊助這次比賽之外呢 其實呢富邦還有籃球隊 對 現在還簽了一支職棒 職棒 對 其實對體育是非常的支持的 所以我們剛剛看現場 其實有很多的這個籃球棒球 後面就是他們的那個看板 對對對 我們剛剛看到林書瑋的看板 是 就是林書豪的弟弟 那他就現在目前呢是在富邦經控的籃球隊 所以說呢 我表弟也在富邦經控的籃球隊 真的 楊心智 是以前這個雙塔是不是 對 對 是真表弟 也不是我扮入了 其實他就是我表弟 對 楊心智 所以他還在富邦喔 所以富邦是一個非常支持體育的集團 包括像是我們剛剛提到的董事長蔡明忠 這次他也親自參與了 跑了這個半程馬拉松21K 對 所以說其實贊助廠商跟著非常的重要 要不然這麼大型的比賽 怎麼會有錢嘛對不對 很重要 非常重要 那大家這個享受這個比賽喔 其實一定要想想 哇這個背後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這個 幕後工程 推手 對 好那我們再進入 回到這個比賽的這個狀況 我們看到女子選手依舊是非常的賣力喔 所以老師剛剛我們回到那個 那個他們常常住在台灣的話題 所以有幾個是你常常碰到的 你都認識嗎 這有兩三個我曾經碰過 曾經碰過喔 他們經常就是在所有的大小的路跑比賽 或者是半馬拳馬當中出現 所以他們能夠跟這個 我們邀請來的一個精英選手 能夠在一起的話 那也不是什麼大型小怪的事 也就是說他們的實力是有到那個位階 但是如果說以國際經驗來講的話 確實他們沒有被選為那個國際上的一個代表 所以在比較更大型的一個比賽的時候 他們可能就沒有參與了 喔 對 所以經驗值還是這個我們邀請來的這些 會比較 表現的會比較突出一點 對 因為我們從成績來看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嗯 那我們現在看到男子選手呢 他們已經跑到了這個 圓山橋 嗯 對 沒錯 圓山橋那個附近啊 我們現在看到 這整個是 領先的依舊是一號的選手 他就 他就是 對 這個選手的身高條件各方面都是很優質的 是 而且他的腿好長喔 對 這個在他的配數上是一個優勢 優勢齁 對 然後有追兵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我們用嘗試來想的話 你腿長你跑一步人家腿短的要跑一步半對不對 所以老師說身材的這個條件很好 嗯 他就屬於那種瘦長 對 瘦長 腿也長 所以他那個步伐就可以比較大 就跑了會比別人要來的省力 對 好 這是來自肯亞的桑米吉特娃娜 還是有他 很厲害喔 是 保持領先 但是一個人跑 我們也經 老師也是也曾經說過 音跑也不一定好 對 因為他孤獨 對 他就不知道他自己的速度 那即使可以拿到冠軍 但是他要破紀錄就會比較麻煩 對 所以他的表 他所帶的那個表的配數 會給他做一些訊號 訊 這個一公里你有沒有達到那個成績 五公里你有沒有達到這個標 他的表裡面會給他做一個訊號傳達 對 應該那個表的設計應該是 設定在破紀錄對不對 他會做這樣的設定 但是有時候你身體不聽話的時候 那個表就變成了一個 不是頂重要的一個東西 OK 是 好 我們看到了 1911號 保持領先 保持領先 而且呢他準備要進入到 大家和平公園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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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的速度呢 依舊保持得非常的好 感覺沒有皮態 對 現在這樣看起來的話 上半身稍微可以再調整一下 讓他放鬆一點 那這個部分的話 可以帶動你的下盤 就是下半身的一個協調 整個跑者的節奏感才會看得到 OK 好 現在看到的是 跑者我們來到了凱達格蘭大道 我們要找到我們的取景非常的漂亮 很漂亮 就是在總統府前面 是 往年我們是沒有經過總統府的 因為我們之前就直接就是 仁愛路直接就轉中山南北路了 直接轉走了 那這一次呢 因為有一個古城巡禮 其實總統府也是古蹟耶 對啊 所以也算古城之一 這次把它納進我們的這個跑者的區域裡面 嗯 所以呢 我們的跑者呢 其實這一次來跑可以有不同的體驗啦 然後我們把路線改一改 其實對每年參加的選手來說 他就會有一個新的感受 新的嘗試 然後就感覺好像 又參加了一個 又參加了一個 不一樣的馬拉松的比賽 城市的巡禮 來體驗紀錄不一樣的台北市 每一年的路跑協會呢 都會在每一年的結束之後呢 來檢討這個路線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對 他們這個部分做得非常的用心 是 會到每一個點裡面去試探一下 去感覺一下 甚至也要帶選手來跑看看 那一種感覺要傳達出來 對 然後大家做成一個決議案 如果跑這一段的話 大家的感覺怎麼樣 有沒有影響到 這個路跑協會的這個部分 它是面臨的研討會裡面的重點 賽前賽後都非常的周全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我們的選手呢 目前剛剛有經過了 是圓山飯店還有鍾列池 那如果住在台北市 或者是比較熟悉台北的朋友呢 其實對於這條路也不陌生啦 這名水路的那一段 那一段呢 那一段的對於跑者來說也算是不錯 因為又大又直 對 其實對選手來說 最好的路就是 直大 讓他有空間 對 那直的話他就不用轉彎 因為我們知道 你開車轉彎都要踩煞車 那他們跑步也是一樣 轉彎都要煞車 那如果一煞車速度就會慢 對 轉彎多 或者是說他的路比較大小的話 也會多多少少會影響到他的配置 會有一個描述 對 或者就是因為在城市當中 會有很多高架 或者很多地下道 像我們這一次還是會有跑到高架上面 那如果你上坡 就也會累 因為上坡要吹油門 對不對 就也會累 速度也會變滿 所以這一次古城巡禮來說 賽道是比較寬敞的 就是跑起來會更加的舒服跟順暢 對 好 那我們再看到的是女子組 女子組 依舊分不出勝負 拉不開 對 那幾個大概就是一個集團 就是集團 對 配數就符合他們原來設定的配數 所以我就跟著 那到20公里 30公里 我再來決定我後面的10公里要怎麼來跑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了我們的這個大集團 這個全馬的大集團 現在已經集中在了這個凱達格蘭大道 也就是我們的總統府前面 是 不錯喔 大家加油 好 古城的巡禮呢 還會經過我們台灣民主紀念園區 總統府西門町等精華的地段 現在大家看得到 然後呢 因為今年的這個忠孝橋引道 正式拆除了 也重現我們北門的光彩 所以呢 跑者也會經過很寬敞的忠孝西路 近距離來感受我們北門古蹟的歷史風華 哇 你可以看到北門 北門 非常的漂亮 我覺得其實 展現了他很全新的風貌面貌 不過呢 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市長 柯文哲 柯市長也在路邊 在幫大家加一打氣 他是重量級的啦啦隊 比較可惜的是 就是目前台北馬拉松還有一個盲點 就是沒有辦法把這個路全程封起來 所以我們看到北門旁邊還有車在跑 所以只能封大概兩個車道 兩個車道 不能把整條路封 因為整條路封起來的話 台北市民可能會封掉 會抗議 對 所以說呢 不過我們台北市民 慢慢的改變這個觀念 慢慢的習慣 慢慢的習慣 那將來有機會 我們絕對可以去實現這個夢想 對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在我們的北門的一個情況 大家跑得非常開心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再回來 歡迎各位觀眾再度回到我們 2016年台北馬拉松的比賽現場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女子精英選手呢 他們目前進入到的是中山北路的這一段 也就是花博的那一塊 花博的那一段 旁邊就是花博公園 那他馬上呢等一下呢 就會進入到了這個是圓山飯店的那個附近 好 那我們看到呢 這個速度的部分呢 其實男子選手的這個幅度已經拉得蠻大的 跟女選手已經拉得非常非常大 那當然呢在這一次的比賽呢 我們有一次我們的定位城是古城巡礼 那這個古城呢會經過這個四個城門 台北的四個城門呢 而且這一次呢有一個是北門 這個北門呢是我們中山橋引到拆除之後 它重現光明 目前我們的氣象主播呢 我們的蘇莉在現場呢 我們來看看我們蘇莉在幹嘛 交給蘇莉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們 各位台北市民們 大家好 大家早安 活力台北城啊 2016台北馬拉松今天開跑啊 現在呢 蘇莉在哪裡 蘇莉呢 就在北門這個點呢 這個點呢 你知道嗎 現在特別的熱情洋溢 因為呢 有著我們所有最軍活力的選手們 還有我們台北松山健康中心的朋友們 加油 台北馬拉松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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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這個之外呢 更重要的是什麼 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台北市長 柯市長也在現場 市長好 市長好 市長 你好 市長呢 現在一直在幫著選手加油 其實呢 它很早很早就來囉 市長好 市長 我們開始呢 要跟您做個訪問可以嗎 來來來 這樣等一下 我要鼓勵喔 來來來來 市長 今天喔 起了一個大早喔 哇 今天呢 有感覺特別有元氣嗎 有有有 尤其這些 大家都很熱情在替大家加油 對 今年喔 我覺得台北馬拉松啊 特別特別的不一樣喔 往年呢 我們呢 其實很少幾乎沒有 完全沒有繞到北門這個點 那我覺得這一次呢 我們整個路跑的這個路線喔 會行進這個北門 而且繞了台北四個城門 市長 這和您有關心嗎 沒有啦 其實馬拉松還有一個目的 是行銷城市嘛 所以我們這次跑的地點 包括國務紀念館 101大樓 還有這個仁愛路 仁愛路 我們台北市最大的民營大道 還有四個古城門嘛 包括北門啊 還有景福門 還有這個 北門 東門 南門 小南門 這個都是我們從最新到最舊 把整個台北市的這個面貌 就把它顯現出來 突顯台北市的特色 對 尤其這次有這個古城門的巡禮啊 特別在這一次的整個路跑的路線上 多了一份文化的意義 所以呢 我們想要了解一下市長喔 其實啊 在您求學的過程 還有在您啊 在整個台北生活 這麼多喔 這麼多年來 這個台北的城門 對你是不是有特殊的情感 有啊 因為我們 那個台大醫學院的校友會 叫景福校友會嘛 我們那個基金會叫景福基金會 所以台大醫學院都是用景福門 當作它的代表 logo 所以也就是說您上任之後 對於這個城門 對於這個古蹟 也希望能夠把這個城門 展現我們台北城的新活力對不對 欸 那像這一次啊 我們這個2016的台北馬拉松喔 行經的除了呢 有古城門的巡禮路線之外 其實還有行經 就像市長您剛剛所說的 101大樓啊 還有我們這個國父紀念館 林應大道 所以這些啊 你有沒有還有要特別推薦的幾個景點 然後讓市民甚至讓我們國外的觀光客 能夠去好好的瀏覽 好好的去參觀 對啊 這個除了體育的交友 其實還是城市觀光的交流 所以要把台北市的這種特色把它顯現出來 一定要這樣做齁 那其實呢在這些路線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 拋瓜了像是仁愛路的林應大道啦 101大樓 其實都在我們這一次的路跑路線當中 而且你知道嗎 市長 欸這次喔 多踴躍啊 每次那個台北馬拉松都是秒殺 這一次呢 光是所有參加馬拉松的民眾 就總共喔 選手就有兩萬五千人 兩萬五千人 對 所以呢我們這一次呢 市長特別啊 在北門這個點 你今天起來有夠早的事嗎 一大早就來了 對啊 然後呢看到這個 所有的這個選手們也都好熱情 大家都跑來啊 跟市長們呢來這邊拍照 那麼呢我們也希望呢 能夠把這樣的一個健康 這樣的一個活力呢 傳播到所有的台北市民 甚至所有台灣的民眾 甚至到國際上去 對啊 哈廷啊喔 你在這裡加油完了之後 我們的專訪結束之後 市長你有買那個嗎 這回來跑一下嗎 這跑步不是我的專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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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我們也很熱 當一個很好的啦啦隊 嗯 是我們的 來來來來 我們再來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非常熱情洋溢的 也就是呢 我們台北松山健康中心 我們現在呢 最後啊一起跟著市長 還有我們健康中心的大哥大姐們 一起來為我們的選手們加油 加油好不好 來 預備 開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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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現場我們再交還給這個 檯面上的主播 袁凱跟佩穎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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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也非常的熱情 真的是重量級的啦啦隊 我每次看到淑莉姐我就覺得 好熱血喔 然後每次都會在早上被她叫血 好我們剛剛也看到了柯市長 柯市長也滿好玩的喔 對 他說那跑步不是他的專長 沒關係要行銷是他的專長就可以 要行銷我們台北 不過他很厲害 他之前不是有那個雙塔騎腳踏車 是 喔 那個很厲害耶 那個讓我覺得不可思議耶 對耶 他一天可以這樣雙塔喔 他可能可以挑戰一下 對啊 其實騎腳踏車跟跑步應該差不多了吧 還是有一點落差 跑步還是要這個循序漸進對不對 對 不能這樣一日雙塔 一日雙塔已經很厲害了 好 我們剛剛看到了 那個柯市長有介紹幾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仁愛路的林蔭大道 目前呢我們的 泛馬的選手呢 目前就是擠在這一塊的區域喔 從這個高空往下看真的是 非常的美麗 很漂亮喔 對 台北最美麗的林蔭大道 平常呢我們大概只開車過去 你只看到一根一根的 這個椰林的樹幹 但是我們從高空往下看的話 現在陽光又剛好出來了 陽光灑在這個林蔭大道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對 包括仁愛路上的這個 國父紀念館 建國花市 還有之後的北美館台北之家 都是我們即將要經過的這個地點 好 那我們這個制高點呢 是在警服門的旁邊 是 所以說呢我們從這裡 剛可以看到仁愛路林大道之外呢 還可以看到的是警服門 而所有的選手呢 就會經過這個警服門 就是這個角度 其實透過了一些 新的賽道的設計也蠻好的 真的可以讓大家體驗一下 不同的台北的風光 好 不過呢 現在我比較擔心的來了喔 就是天氣越來越熱了 是 老師來看這個太陽出來 是不是也會影響到 我們選手們的整個速度呢 今天這樣子的感覺還OK 還OK喔 不會特別的說去刺激到這種 選手的這個感覺上的一個不舒服 因為這個體溫喔 是隨著跑步當中提升的 那它會維持在一個平衡點 那在它的速度上 如果是按照它的配速來跑的話 以目前這樣看它氣候的話 是還OK的 沒有特別的飆得特別的快 前面兩年我們確實的看到 氣候的飆得非常快 對 太陽一出來喔 整個的溫度都提升了很多 本來才13 14度馬上飆到 大概23度 25度 對 那今年看起來的話 並沒有像前兩年這樣子的飆升 所以應該是 還是有機會啦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現在 孤獨的跑者啊 就是我們的 還是領先的桑米 對 桑米 他現在已經跑到了 和平公園 而且沒有人能威脅他了 他後面完全剛剛還覺得說 後有追兵 現在他的後面是 後面是腳踏車 後面是 哇 他真的是遙遙領先 後面有一個 在和平公園散步的腳踏車騎走了 真的沒有人了耶 對 他完全就是一隻獨秀 對 他也是自己要跟自己挑戰 就是 就是一個 他的訓練上的配速感 跟所有的在跑步當中 出現的一些的狀況 他都要自己獨當一面來掌控 現在 依據時間來說的話 其實桑米 他目前是大概跑了一半 差不多 跑了一半 因為 男子選手大概是 2小時10分左右 現在已經跑了1小時07分 對 所以他大概跑了一半 對 一半這樣的速度應該 還不錯 還不錯 但是看他後面 折返點之後的 21.195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他的機會還是滿大的 還滿大的 對 好 那除了要拿冠軍之外 我們最希望他能破紀錄 我們來看女子組的部分 人少了一點了 對 但還是一個集團 還是集團 但是人少了一點了 對 但是有兩個男生還是跟著 現在大概只剩下5名的精英選手 差不多 這個角度更漂亮了 剛剛我們是至高點 現在應該是空拍機 這應該是空拍機的角度 很漂亮 非常的壯觀 好 這個都可以給跑友留下最美好的回憶 對 透過這次我們鏡頭 他們會喜歡台北馬拉松 會非常喜歡 會更熱愛 超空定點台 還真的有差 有差 這個空拍機只要由上往下 然後你看往前一飛的那種感覺 真的厲害 好看 好 這一次的這個 很多的特色景點呢 就是透過這次我們今年的台北馬拉松 就要呈現給在電視機前面的各位 也透過了所有的跑友們 他們透過一個全新的路線來 紀錄跟體驗台北的不一樣的風貌 哇 展現給全世界 擔心他撞到紅綠燈喔 這個真的是好美 小心小心 右邊有紅綠燈 你說空拍機 對啊 哇 接近紅綠燈耶 哇這個現場這個跑起來 哇 哇這個就是至高點了 這是至高定點拍的 那但是也是好看耶 拍得很美 真的 而且現在 活力都看得到 現在攝影機啊 還有我們現在看到的電視都是高畫質 所以說現在看起來就更漂亮 所以說我們轉播的技術 還有我們呈現的畫質 都是越來越 越精進 是的 這個就是空拍機 因為它可以跟著人 這樣follow這個人慢慢的 好像在追人的那種感覺 對 而且今年台北馬拉松 從三十歲生日快樂 三十周年 沒錯 所以剛剛好又配合我們的古城巡禮 感覺就是更加的有意義 其實一年一年這樣子累積下來 已經快變成一個歷史悠久的馬拉松了 對 而且越來越進步 越來越接軌國際 台北馬拉松是從西元的1986年 創辦到現在就邁入了第三十年 好 那我們看到了呢 現在利用空拍的角度 還有制高點的角度呢 我們可以看到警服門的旁邊呢 這個半程馬拉松的選手呢 陸續已經擠到了這個位置 大家的速度這樣子過來 哇 感覺 一萬八千 一萬八千 好像螞蟻喔 遠看真的好像螞蟻喔 很壯觀 透過我們今年的這個轉播的呈現 嗯 非常的漂亮 好 那我們看到了 依舊是我們在 仁愛璐拍的畫面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精英選手 精英選手依舊是在 這個大家和平公園 剛剛經過的是大直橋的旁邊 不過目前為止 他也是一支獨秀的狀態 老師就說了 就要看後面的這個 他的配速跟體能 對不對 來維持他之後的成績 是不是可以持續的 保持一路領先 因為一般的專業的跑者 他會先試他自己的感覺 也就是說前十公里 他覺得身體的狀況還OK 再試探下一個十公里 如果OK的話呢 他後面就是他 全力去做表現的時候 那個 全力去做表現的一個動作 會在我們後面的二十公里 可以看得到 可以呈現 他可以把配速縮短 但是縮短呢 不可能一次收入十秒鐘 他大概是五秒 五秒鐘來縮 那這樣子的話呢 他的整個的時間 會變得比較符合 他原來設定的那個成績 所以選手每十公里 他的心裡面的計畫 他的這個目標 他的想的事情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對 而且要探測 他自己身體裡面 出現的不同的變化 如果說就是我們所謂的 感覺 對啦 對位啦 到位啦 那這樣子的一個 你要擋他的速度 都完全沒有辦法 他就整個爆發出來 他就是在享受他的跑步的跑感 享受他的生意 享受他的跑步的樂趣 通通會在這個時間裡面出現 那個就是我們所謂的好友當中 他們最感到最棒的那個 而且是最高的境界 是不是 而且不見得說常常會出現 就是說他出現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去擋住 而且是這種很享受很享受的一種 身體上的 真是外行人看熱鬧 內行人看門道 原來每一個十公里的配速啊 想法啊 體能的計畫都不一樣 對 一公里 五公里 十公里 這樣子的一個配速 他們都是在抓這個時間 好 我們現在再度 把焦點放在女子組的身上 女子組依舊是一個集團 還是沒有拉開 還是五位啊 對 也還是五位 還是五位 他們的速度還是保持的 我覺得他們有越來越快的趨勢 前前後後 他的配速有增加 也有一種是戰術應用 我先拉開你們看看 你如果跟得來 那就 我再放慢 如果沒有跟來 我就自己來了 自己來了 對 他們有在試探 或者是把速度拉快 如果你的能力夠的話 你也可以把跟上來的選手 拉到爆胎也可以 對 他們的戰術裡面 這個都存在 一邊跑 心裡一邊想戰術 對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女子組 也進入到了大家河濱公園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我們2016年台北馬拉松 歡迎各位觀眾 再度回到我們2016年台北馬拉松的現場直播 目前我們已經為您直播了1小時又17分鐘 目前比賽呢 如果以精英選手來計算的話 應該已經進入到了中段 就是中間的中 中段的一個部分 那其他我們的這個選手們呢 他們還在努力啊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人群最多的就是 半程馬拉松的選手 他們目前是已經進行到了就是警服門的這個部位 人數最多 有18000人 所以你看起來那個人數呢 可以說是非常的壯觀 人山人海的感覺 對 而且好多的這個我看跑友們 他們都是穿著的其實 感覺是要來搏版面的 像剛剛我們有看到皮卡丘的啦 然後還有一些很特別的這個穿著的 這種就是來玩樂 來玩 很不錯啊 也是享受路跑 玩樂 然後也能跑完 對對對 很厲害很厲害 或者是邊跑邊打卡的 邊直播的都 現在要直播比較難耶 因為現在人太多了 所以那個訊號都被分享掉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跑真的很享受耶 一邊跑然後在這個零硬大道當中 感受這個氣氛 對 是一種享受 對 今天天氣又好 對半馬的選手來說 螞蟻又來了 我一直覺得這個畫面 很像很多螞蟻在搬東西 而且剛剛看到很多的外國選手 好 外國選手來了 現在是女子選手的部分 跟著兩名 是兩名男子選手嗎 對 後面的 對 應該是齁 是 對 現在目前 他們的第一領先集團 還是有保持五位 對 還是保持五位 後面那兩位是男生 也就是說他們的實力 大概是跟他們差不多的 剛剛一度有戰術 感覺是前前後後 但現在感覺又是個集團的感覺了 對 所以我們剛才有看到 就是很多的在國際比賽的選手 他們會是試探對手 所以他們就會把速度稍微拉快 看看你會不會跟上來 對 如果跟上來的話 我可能就知道說 你今天狀況不錯 所以我又把他慢下來了 就是這樣 試探對方 今天身體的狀況是好不好 一個鬥志的過程 對 不過對男子的國際選手 現在看到而言 他都一直保持一路領先的狀態 他等於是獨跑了 獨跑了 對 獨跑的話 就是自己要挑戰自己的配數 是 完全就是他自己在展現 他平常訓練 能不能去達到他所需求的 這樣子的一個速度 是 所以剛剛看的速度 跟現在看的速度 他又加快了 又加快了 大概所以說我們一公里 他可能就縮短了 大概是三到五秒 那這樣子累積下來五公里的話 他可能就是已經賺了25秒 這樣子 我們慢慢去看的 這些選手的話 他們其實在這個駕馭自己的部分 他們是有他們自己的一套 對 所以這後面的話 我們就實際上可以看到 好好的去表現他 訓練 好 我們看到桑米呢 其實速度保持不錯 現在一小時二十分了 對 那他其實已經進入到了中後段 那怎麼樣把他的速度再提升 那我們的冠軍獎金是八十萬 如果能打破紀錄的話 再加一百萬 那男子選手的要破紀錄的話 是兩小時十分二十四米 很久沒有打破了 說不定今天我們就期待桑米這樣子 有機會喔 對喔 有沒有辦法可以打破我們的大會紀錄呢 那真的要看最後十公里 他能不能再衝出來 對 好 現在還是看到的是我們這個制高點的部分 對不對 你要看的部分 一樣是我們半程馬拉松 好 那我們的半程馬拉松呢 人數還是非常多 對 他說每一年呢 我們的台北馬拉松都吸引了超過 有四十個國家地區以上的跑者參加 像老師剛剛說的 尤其是我們亞洲附近鄰近的國家 哪一些國家來台灣可能參加台北馬拉松的 這個人數是最多的呢 好像是日本 也許日本 日本啊 香港啊 新加坡 馬來西亞 韓國 都有 這些來參加的話 他們也是蠻喜歡我們台北這個城市的氛圍 對 那今年我們也有不一樣的一個行銷 然後把製作成本都找先出來 然後再加上做農務的特殊的造型 這個都是吸引他們來到台灣的一個主意 其實 其實現在很多的跑友啊 他們已經不滿足在台灣跑了 那他們 都去 東京跑 東京 很多朋友去報東京 是 那還有人 如果厲害一點 有錢一點的話 就去波士頓 對 波士頓馬拉松 柏林 柏林 德國 這些跑不是隨便報你就報得到的 你要付成績的耶 還要抽籤 對 還要抽籤耶 沒有那麼簡單 都是代表性的 我們台北馬還是一樣有限量 是 對 城市馬拉松 可是這種城市馬拉松 就是一個真的城市觀光 對外行銷最好的名片啊 對 因為是健康的一個元素在裡面 對 可是來台北跑真的很好耶 就是 我們美食很多 小吃很多 然後 就是又可以跑步又可以來玩 你看皮卡丘出現了 剛剛就說 皮卡丘出現 我說他是不是來跑的 他看起來是真的在跑的 人家很認真 對不對 穿著皮卡丘的這個布偶裝 也一邊在跑半麻 我擔心他會悶死在裡面 他想說我怎麼一直沒拍到我 結果剛剛終於拍到我了 對啊 那個皮卡丘真的就是 從早上的時候我就看到他了 在那邊 左下角 很搶勁齁 非常吸睛 他真的穿皮卡丘在跑耶 他一定是今天很多人打卡 都合照的這個目標 很可愛耶 沒有 因為 來不及 來不及 來不及打卡到他 來不及嗎 因為他一直在跑啊 因為 抓不到他 我說跟他合照啦 就是假如跑在他旁邊的話 喔 所以還滿多人對 裝扮耶 裝扮是很有創意的 對 其實就是 跑步也不需要這麼嚴肅啦 對 開心 除了運動強身 然後跟朋友 約好一起來跑 然後大家裝扮一下 對 這個都是很美的回憶 對 真的就是很棒的回憶 每一年他都把它累積下來 嗯 那到晚年的時候 他這一塊真的是非常的豐富的回憶 每一年到這一天的時候 對 臉書就被洗版 就被台北馬拉松洗版 然後每一個人都在po他跑的那個 紀錄 紀錄跟照片 我們也有長官跑半馬的啊 我每一年都看到他那個半馬 全馬的那個紀錄 很強 對 然後在洗版 或者是情侶那種對看的眼神 邊跑邊然後對看然後被捕捉到 因為我們也有攝影組嘛 是是是 對 就會拍那種很多照片 然後他們就會保存下來 捕捉到那麼很感動或美好的一刻 感覺就很曬恩愛 我們就覺得很討厭 太墨鏡了 對 現在太陽真的是 現在太陽出來了 對 我們主播台已經感受到這個太陽的氣氛 而且 感覺上升 那個 溫度上升速度很快 你看到沒有 喔 我們這邊 現在 剛剛好我們的主播台是很 營養 就是面對陽光的 面對陽光 影像陽光 所以現在那個光線非常的刺眼 但是溫度已經慢慢提升上來了 對 對 這樣子的話速度 溫度提升的速度很快 可能就對這個選手會比較不利 國際選手的部分 尤其進入到了中後半段的這個賽程 又因應了這個天氣對不對 他們的配速啊 或者一些計畫是不是 也有一些調整 對 他們就在看起來的話 配速上是有稍微加快 是 現在女神只變成四個了 對 對耶 剛剛五個現在四個 然後也只剩下一位男子選手 對後面那個是男的喔 是 後面是男子選手一樣跟著配速 然後跟著我們的國際女子選手一起 嗯 那女子選手呢只剩下四位了 嗯 哇 那個男子選手一直跟在後面 他算蠻厲害的 對他的配信 他的 對 他這個選手 男生的選手大概他的水準在 兩角是三十到三十五之間 對 因為女子選手大概就是速度 因為他可以跟上他的配速的話 大概是在這個的實力 如果說實力達不到這個的話 很可能就跟個十公里五公里 他就幫他 就不行了 就會把速度給壓滿下來了 哇 那這個名男子選手 應該也算是一個長跑好手 對 老師認不認識喔 呃 透過了我們轉播的 也不一定有時候是亞洲的選手 有時候是亞洲的 對 比如說香港來了 或者是日本 是日本來的 是 對 新加坡馬來西亞 都很喜歡來台北比這個馬拉中 畢竟我們的氣候各方面 還是有一個吸引他們的誘因 然後每一年台北馬拉中 都感覺都在進步 每一年都在突破 都希望說做到最好 所以也吸引了他們的那個 來抱的那個 參與度 參與度 那個動機 就特別的強烈 無論如何他都是一位 目前為止這個配速 然後表現非常優異的長跑好手 現在是在我們這個領先的集團裡面 而且我剛剛看到這四位的這個女子選手 都基本上就是7001 就是三位來自肯亞的選手 7001 7002 7003 7004 有三位就是我們邀請到的這個精英的女子選手 對 邀請來的精英選手 對 基本上不會讓我們失望 實力是非常的優異 對 他們實力真的是非常的優異 而且就是緊咬不放了 對 因為冠軍獎金80萬元 真的還算滿補的 對 因為以前我們開玩笑說 就是說他們只要跑到台北馬拉中 拿到冠軍的話 回去就可以買一棟房子 或是土地嗎 對啊 肯亞 對 真的就可以買一棟房子 所以長跑好手在肯亞一定是競爭激烈 因為大家都 大家都能跑 對 因為他們的生長背景 體格 對 生長背景就是 都是山啊 或者高低 對啊 然後很生活化 所以他們跑步等於是好像生活一樣 對 是 他們可能這一個陣到下一個陣 他們也沒車 都是在長跑 對 每天都是一個訓練 而且不穿鞋子的 對 是 好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 男子選手 依舊是我們的一號 我們的 桑米 桑米很厲害 嗯 他速度感覺有加快 有 對 他的感覺整個配速 所以我們剛剛看他一開始的是 在試探說 這一次邀請來的 所謂的國際選手 還有就是說 一直都在我們台灣 整年都待在這裡受訓 然後比賽的選擇台 都有在副獎 都有在測試 對 他現在看起來 他自己一直獨秀了 一直獨秀了 對 一直獨秀了 然後 他現在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操作配置來走 也許他可能心裡面在想說 今天我試看看能不能打破大會的紀錄 其實他一直也在盤算 他現在心裡應該是想著一百萬的現金 一百萬 對 就放在他的前 就好像在他的前面 有點像是那個 胡蘿蔔放在馬的前面 我們也很期待啊 對啊 希望可以那個 因為很久沒有破紀錄了 希望可以見證這一刻 我們前幾年不是碰到下雨 對 又是兩年下雨 對 那個對於跑者來講的話 他的衣服也會增加 他的所謂的重量 鞋子會吸水 鞋子會吸水 然後跑起來就會有這種 配速上被拉下來的感覺 變得比較緩慢 對 天宮今天真的 另外兩年就是天氣真的是很熱 對 那今天的話 太陽雖然上來了 但是不會讓你的身體感覺到 馬上要去脫外套 還好前兩天有那個冷氣團來了 對 還好前兩天有冷氣團來了 有一個平衡 所以今天算滿舒服的 而且他正在這個路段是在基隆河兩岸的 這個河濱的兩岸 包括像是大家 迎風 承美啊 等河濱公園 所以說全馬選手 除了市區的街道之外 也可以欣賞我們水岸賽道沿途的 美麗的景色 來體驗這個很美麗我們的台北城 我們今年的這個畫面也非常的貼心 做了雙框 對 一男一女 對 讓大家可以一目了然的看見 目前我們國際的精英男女子的選手 他們分別他們目前在賽跑的這個最新的狀況 所以這一次我們的攝影者 卻制得非常好 對 真的 對 我們看得都很清楚 是 因為這些選手是領先的 看得很清楚 一目了然透過我們這個雙框的呈現 對 而且男女生可以同時的看 對啊 超棒的 一次掌握 對 對 不過男子組的部分 目前還是由桑米氏一支獨秀遙遙領先 而女子組的部分 從最早的一開始 我們看到五人集團 現在變成了四人集團 有一些男子選手有上來 不是 他們追到了男子選手 對 他們追到了 他們追到了男子選手 不是 不是跟上來 是他們追到了男子選手 對 所以我們說他後段 他會開始做配數上的調整 對 配數上調整的話 他不可能說一次就是 快10秒鐘或15秒20秒 不會 他會5秒5秒慢慢的去推進 對 因為他們也要防範說 秒數如果太過於急躁的話 他們也會爆胎啊 或者是說 身體的平衡度消失掉了 就變防範 對 他們也都在擔憂這一些 所以在跑的當中 他頭腦一直都在轉 然後身體的感覺是很強烈的 他們要抓住他們自己本身身體的感覺 來決定說 我到底要不要繼續的再加快 還是說維持 還是說再慢一點點 那等一下留給後面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比賽呢非常精彩 而且我們等一下 辦成馬拉松的選手 就要回到我們的終點了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再回來 歡迎各位觀眾 好 這個是辦成馬拉松 辦成馬拉松的選手 目前已經在我們的鏡頭前面了 目前他們跑的話 應該算是要扣掉三十分鐘 所以是一小時 零五分五十一秒 現在這位選手 周庭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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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當然看得出來是他領先 因為有兩萬五千人 其實我們沒有所有人的資料 所以我們只能看老師來認人 老師英演 老師英演一演認出 這位領先的選手是誰這樣子 他是國立體育大學的研究所學生 明年也會參加世大運嗎 對 他也是要想辦法去打標 然後試看看有沒有這個機會 可以接受培訓 因為明年的世大運是在八月中旬 對 所以他們現在開始調整 他們現在就是要先打到那個培訓標 當然現在已經有人打標了 打標的話跟培訓兩個其實可以並行 對這位選手而言就是一個 這一次假如保持領先的話 對他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展現對不對 對 好 我們現在看到半馬 有兩名選手 老師說的第一位就是剛剛那一位 周庭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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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張的映 映張的映 對 後面這一位選手的話看起來很像日本的選手 感覺有點像日本的選手 對 是 所以要比較近一點的時候 是 喔 他進來了 這太棒了 好 現在已經進入到彎道了 太棒了 我們21公里的選手 國立體育大學研究所的選手 說不定明年的世大運看得到他 說不定 他有機會來培訓 然後呢看看有沒有機會來打標 那狀態是滿好的今天 對 太棒了 這個選手也是全運會的好手 是 全運會的 大概都是 穿金帶銀的 都是拿金牌的 是 是 哇 地主選手耶 我們地主選手 很不簡單 21K馬拉松他即將可能就來越來衝線了 他現在大概用的時間是1小時08分左右 喔 日本選手緊追在後 如果第二名是日本選手 就是目前在第二位的這一位的話 哇 他回頭看了一下 對 他回頭看了一下 這個有可能是上海的選手 對 有可能是上海 我們這一次還是有跟上海交流 哇 他沒有帶選手 好 你聽到旁邊都一直喊著這個周庭映的聲音 對 太棒了 好 現在已經經過到了我們的主播台的前面了 好 一個小時 哇 即將 好 一個小時08分左右 好 一個小時08分左右 那 非常優秀 對 地主選手 地主選手 我們的周庭映 好 第二位是老師 應該是沒有 這個在台灣還沒有看過的一個選手 哇 黑黑第一次 老師 這第二名的老師音眼沒有掃過 來參加的人太多了這樣子 對啊 你要想想有兩萬五千人 真的 老師 哇 一眼就可以認出誰是誰 非常的厲害了 對 庭映他還是有他的實力 對 因為他在台灣這個 五千一萬 三千公尺障礙 甚至十公里 是 都有他的水準表現 對 好 那我們剛剛看到的呢 就是男子辦成的一個情況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在美術館的賽道上面呢 我們的熟莉呢 又在那邊 那當然呢 在這個 熟莉呢 這一次呢 也是擔任我們的外景的一個工作 是 那他要找一個景點喔 然後好好的介紹給我們的 對 這個朋友們 那美術館的話 那個附近呢 應該還有很多的我們的跑友呢 都在附近 所以熟莉呢 目前呢 正在呢 尋找人群當中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現在的情況呢 呃 在整個賽道方面呢 這個我們的選手呢 現在辦成的 馬拉松呢 就在剛剛是有我們的地主男子選手 周庭應 她是獲得了我們 中山北路花博這一戰 當然囉 在現場還有我們美麗 而且又熱情洋溢的啦啦隊們 呀 嗚 哈囉 耶 哇 你看選手多麼的熱情 加油加油 好啦 蘇莉不可以一直跑啦 蘇莉 耶 加油你們加油 嘿 我們可以看到呢 現場啊 好多選手們 今天呢 大家可以說呢 充滿了活力啊 尤其啊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呢 這麼美麗 那麼這麼年輕 還有呢 欸 這麼呢 Young Girl的一個 啦啦隊呢 在整個加油的情況之下 相信呢 選手們呢 跑起來啊 更起勁了 喔 恭喜仔 我才跑那麼一點點路而已 我覺得 會串你知道嗎 呵呵呵呵 真的 尤其呢 你知道嗎 花博這一站啊 可以說呢 是那個 幾乎啊 是整個路線的差不多一半左右 那麼呢 在這個沿路上來說 你看我走這樣一點點啊 都很串耶 所以其實呢 相對的 對選手的補給來說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在我身旁啊 這位美女啊 珊珊啊 今天呢 要稍微呢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囉 其實呢 我們沿線有很多的補給站 對不對 那這個補給站裡面呢 最重要的齁 當然第一個是什麼 水 還有呢 就是這個運動飲料 隨時呢 要補充呢 選手們呢 這個水分 對不對 那其實呢 在整個路跑活動 尤其在馬拉松當中 很重要的 還可以看到就是這啦 這叫什麼 香蕉 欸 就是香蕉 你知道嗎 所以呢 其實啊 這個香蕉最主要齁 補充的呢 就是什麼 就是選手們的假離子囉 但是呢 欸珊珊啊 我怎麼看到說 這個梅乾要幹嘛 還有梅子耶 欸 我真的不曉得說齁 原來啊 在這個補給站當中 梅子也是很重要啊 沒有錯 為什麼 嗯 梅子它你在吃的時候 可以攝取到鹽分 然後而且它還有 可以解決身體疲乏的檸檬酸 所以可以促進我們 減輕我們身體的疲累 那在運動時候 會更有持久力 而且呢 現在啊 這個時間點 你知道嗎 剛好是吃早餐的時候 一部位的餅乾 喔 對不起喔 可是喔 你沒帶沒錢齁 你沒帶沒錢 拿這個餅乾來要幹嘛 欸 這個喔 讓我肚子就更餓 但餅乾對於選手啊 又是最主要要什麼呢 當然就是它可以提供滿滿的熱量 所以呢 你會比較不會有頭暈的問題 喔 對啦 因為呢 有時候選手一大清早就起來喔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大家可能都沒有吃飽 也不能吃太飽 所以如果說呢 譬如說在整個路跑的路線當中 你已經跑了一半的時候 欸 熱量不足的時候 真的補充一下餅乾 喔 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呢 繼續更有活力的 然後呢 精神滿滿的繼續上前跑 對不對 加油喔 所以呢 你看看喔 現在啊 我們在這個中山北路的花博 那麼花博呢 在每年的台北馬拉松 可以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據點 那麼選手行進這邊的時候呢 接下來要繼續呢 往這個河濱 往圓山的方向跑 繼續呢 來 不管呢 是在運動上 而且呢 這一次2016的馬拉松 又加入了這個喔 古城門巡禮 包括文化的層面 包括運動的層面 還有包括我們花博呢 這個健康樂活之美 完完全全的呈現在這個2016台北馬拉松當中 所以呢 讓我們一起熱情揚映 繼續為選手們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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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定要跟蘇莉要有呼應 蘇莉加油 真的 哇 蘇莉姐超嗨的 還有我們很熱情的啦啦隊美女 對 每一次呢 其實有非常多的 這個我們的市民朋友 或者是我們的啦啦隊 來幫他們加油 那他們在跑步的過程當中 也不會感到無聊 順便刺激他的腎上腺素 看到正妹 看到美女 對 看到美女 或者是看到那個啦啦隊 那大家覺得心曠神怡 然後速度就會不知 不覺得就增加了 配速更快 爆發力就出來了 也非常感謝 吳有很多我們的這個補給商 對不對 他們提供了很好的補給品 嗯 好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這個是女子組嗎 哇 因為現在他有點點背光 背光 所以 看起來就黑黑的 喔 他已經擺脫了 剛剛我們說有這個五人小組 對 變四人 變四人小組 現在是獨跑的情況 這 他的背號是7001 背號是7001 是 來自肯亞的墨西奇巴魯斯 沒錯 是 32歲的墨西 奇巴魯斯 他是這一次成績最好的 對 成績最好的選手 那他現在也已經開始獨跑了 嗯 所以現在男子選手1號 跟女子選手7001號 果然叫1號都很厲害 嗯 實力非常的堅強 對 我們的號碼部 應該也是有用意的 是 如果你的參考成績 或者你的近期成績是好的 你的號碼部就會往前面 對 從號碼部可以一虧一二 嗯 這個選手的實力如何 好 這個是2號 2號是男子選手威廉 克伯爾 那威廉克伯爾 現在應該是第二啦 如果 如果照我們這樣預測的話 因為第一剛剛是1號 是 嗯 一路遙遙領先的1號 好 再來我們一樣透過了鏡頭呢 是在我們的半程馬拉松的部分 對 終點線的部分 那半程馬拉松的選手陸陸續續 已經回來了 那我們剛剛已經說了 這個第一名半程的選手是 我們台灣的選手周庭應 那他的時間大概是1小時08分左右 嗯 非常的優秀 我們的地主選手 很有可能渴望 可以在明年的2017年台北施大運呢 說不定也可以看到他 展現他非常實力堅強的身手跟表現 那這應該現在看到的女子選手 應該是半程馬拉松的女子選手 對 回來了 回來了 他還是70幾分 對 這個 35002號 期待 對 期待他的生意出現 好那女子選手呢 半程馬拉松也陸續回來了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1號 1號是我們的 現在目前男子選手的領先者 那我們也看到他採用了補給 我們的補給呢 是每5公里 就會有這個補給站 那看選手們要不要來做補給 可是為什麼設定是5公里 要有一個補水站補給站呢 因為這是國際上的一個規定 而且我們人體大概5公里 就要補充一個水分 這個都有一個考量點 最後就變成了說 在這個定定規則的時候 就有這樣子的設站 5公里水站 那每5公里有水站的話 還有什麼站 海綿還有點心食物這些都有供應 但是你不見得會去吃這個東西 很少有跑步會去吃餅乾吧 專業選手比較不會 對 是 他們都喝水 對 如果是我的話就沿路吃 你是當做吃到飽嗎 沿路喝 結果把這個落跑比賽 當一個吃到飽的比賽 也是來享樂 所以真的會有提供餅乾 會 有香蕉還有巧克力 像剛剛我們看到的鄭妹群 他們提供的就是餅乾 是的 那我可以帶個包包沿路 可以啊 你等一下就下去 像他們說水站離得太遠 選手就容易缺水造成脫水 所以說這個補水站的設置呢 就要不遠不近 就保持剛剛老師說的 5公里的狀況 對 一個等格的距離 因為補水其實也會減低速度 選手們也會計算就是說 他們要哪時候做補水 他們不一定每5公里就要補 那他們就自己照他們的步調 他們的10公里才喝水都有可能 因為你要去接近補水站 對 你接近補水站的時候 你就要減速 你減速就要去拿水飛 所以說那個是 那個是很浪費體力的事情 尤其對精英選手來說 對 精英選手更是 平常人就算了 分秒必爭 你要在旁邊喝到飽都可以 就你嘛 就我 就你 對 可是精英選手不行 精英選手他們就是要計算 都是要經過算計 因為分秒必爭 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重要 現在第一個女生 我們台灣的女生曹淳玉 曹淳玉 是這個背號 5004號 對 這是我們第一個半馬的回來 OK 老師也可以介紹一下她的背景 她已經達標了我們世大運了 所以在2017年世大運 她不是打培訓標 她是已經可以參加了 明年會看到她 對 明年就可以參加了 曹淳玉選手 對 那很優秀喔 她現在讀研究所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是 對 她的信念非常的嚴謹 也非常的認真 而且在這一年內 她的進步是相當的可觀 神速嗎 對 也是說她的努力 她的付資各方面 整個計畫做得非常的漂亮 然後實際上已經打飄了 好 那我們聽到了老師的講解之後 我們2016台北馬拉松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歡迎各位觀眾 再度回到我們2016年台北馬拉松的直播現場 我們可以看到呢 目前的我們比賽正在進行當中 目前我們的全程的馬拉松 已經進行了有一小時五十三分鐘 也就是說呢 大概在兩小時十分鐘左右時候呢 我們的男子選手可能就要衝線了 在這個階段 觀眾朋友們不要轉台 你等一下可以看到的就是我們目前一號的選手 來自肯亞的我們的桑米 她有機會呢在這一段的節目當中呢 能夠衝線 那我們也希望她能夠有破紀錄的一個表現 非常期待 對 破紀錄的話就會有多加一百萬的獎金 除了冠軍獎金八十萬之外 破紀錄獎金是一百萬元 那男子選手的大會成績是兩小時十分二十四秒 桑米說不定非常的有機會 只剩下十七分鐘啦 加油 所以我們希望她能夠好好的把握 那在我們的現場呢 我們也邀請到了一位貴賓 我們請佩穎幫我們介紹一下 現場我們邀請到的是台北市政府的蘇立雄秘書長 請秘書長來跟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問一聲好 是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秘書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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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早來就感受到台北馬拉松的活力 是的 是的 非常感動耶 這麼多人一群人一級跑 對 往年你也知道台北馬拉松嘛對不對 是 那已經紀錄三十年了 有參加過嗎 坦白講 我大概只有鼓掌了 也是啦啦隊 啦啦隊 所以您跟柯市長一樣 柯市長是騎腳踏車 但是跑步不行 還不行 所以今天一早他就是幫忙大家加油 是 那真的很棒 那能不能請這個秘書長來談一下 就是說 2016年台北馬拉松你覺得跟往年的有什麼不太一樣 其實我想這一次喔 我們已經紀錄第三年三十年了 對沒錯 所以我們也更朝向國際化跟專業化來發展 那今年呢很高興有來自四十個國家地區的選手 那同時呢也有了兩萬五千多個人 兩萬五千多個人 對 所以是非常龐大的 那我們很高興有這麼多朋友來支持這個運動 是 那剛剛秘書長講到四十個國家喔 其實 這四十個國家來其實不只是選手 對 我們看到有很多的觀光的市長啊 或者是他們的觀光局啊 或者是一些單位 是不是對於交流的這個部分也是達到很好的一個效果 是 我想主持人講得非常好 我們透過運動來交流是最好的一個健康的方式 那每一個跑者來了之後他很多家屬也跟著進來了 對 所以他可以 對我們雖然是兩萬五千多人 從此來自我們台灣各地還有各國的選手 但也帶來非常多的一個運動帶來的一個產業 商機啦 對 是非常好的 尤其呢這一次那個路線的部分 我們一直在強調古蹟巡禮 對 像這次我們可以看到城門 對 對 對 這是非常好的從北門 東門 南門 小南門 這樣跑 他可以沿路看到我們這個台北的新的一個建築 也看到一個傳統的一個城門 是一個傳統跟這個創新結合的一個非常優美的這個路線 行銷我們台北 對 對 更加讓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台北的美好 是 希望透過這個跑者這個路線這個城市的時候 大家看到台北的美麗 嗯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上 就是其實真的就透過畫面可以 是 傳播到這個全世界 是的 尤其呢現在呢我們的轉播不止於現在台灣 那我們在YouTube上面其實也有直播 同步直播 對 所以呢國外的這個觀眾呢也可以直接透過YouTube 可以直接看到我們的轉播 透過網路臨時差的來加入我們轉播的過程 然後看到台北的這個很美麗的一面 是 所以歡迎很多觀眾不是看到台北 而是能夠來到台北 對 對 更加的可以進一步的來參與我們台北很多更美好的事物 是的 好我們剛剛看到的是7001 也就是女子選手他們的部分 那剛剛是墨西齊巴魯斯 是 那他現在的位置大概就是在大家和平公園 那個速度還是保持得非常不錯 那我們的男子選手其實應該要快要衝線了 因為 他的這個狀況跟體能 感覺整個配速是調配得非常的好 對 那如果他要打破紀錄的話 他必須要在13分鐘之內要能夠完成 那當然其他的選手還可以繼續享受他們的全程馬拉松 依照我們秘書長來看 其實我們以一個那個外行人來看熱鬧的情況下 是不是破紀錄也滿激勵你那種感覺 你有沒有熱血沸騰的感覺 當然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體力的考驗 跟毅力的考驗 非常不簡單 真的是台北馬拉松這每一年都是吸引了很多的觀眾朋友們來注意 那當然我們這邊也請秘書長來聊一下 就是其實您接了一個滿艱巨的任務對不對 是的 尤其是在明年的部分 2017年我們的世大運在台北 對 秘書長還兼任執行長 我的天啊 這個壓力真的很大耶 對 這是一個壓力很大的工作 因為我們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對 它只有一次的機會對不對 是 就是我們台灣第一次辦這麼大型的國際賽會 對 那我當然也很高興啦 我們台灣各企業界啦 各位這個體育界 還有各這個層面的朋友都很多支持 我相信台灣人團結起來一定會辦成功的 OK 秘書長 可以被跟我們聊一下說 目前世大運啊 不管在硬體軟體啊 是不是整個進度有在你們掌握中 甚至超前呢 是 我們這次的場館只有兩個興建的場館 一個籃球館 一個網球 那往前進度是超前的 那其他都是整修的場館 那這個整修的場館 目前我們的掌控它 明年的四月底一定要完全完工 是 我們留了一百一四天的這個 調控的時間 那很充裕 對 因為我們對照以前歷屆辦的情況 大概都最多 像韓國最多留了三十一天的調控期 我們留了一百一四天 我們留一百多天 對對對 擔心說有任何狀況可以有充分的時間 是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世界大學運動總會每次來市場 我們的業務都對我們的進度非常滿意 太棒了 2017年的台北市大運 將會在明年的八月十九號到三十號 要來進行 大家都眾所期待 秘書長說要跟我們聊一下說 其實我們整個台北市感覺很密集的 展開了很多的宣傳活動 對不對 市民朋友很多人都有感覺到 是不是邀請秘書長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對我想這個市大運是很重要 真的剛剛主持人提到 一體的設備很重要 那軟體的設備也很重要 那軟體當然包括我們對選手提供 十一住行賽事的這個準備等等的 但是很重要就是要讓市民能夠全部參與 所以我想這個宣傳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宣傳的方式是多元管道的 這是一個屬於年輕人的這個運動會 對 雖然有人稱它是小奧會 但是我認為它是聯群的奧運會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在宣傳當中呢 因為剛剛提到說宣傳出的是 讓我們市民朋友知道這個訊息之外 也要透過不同管道 讓大家來參與這個活動 所以我們最近有完成這個 市大運主題曲的徵選 對 就像很多喜歡創作的朋友 這個領域的人也能知道市大運 另外呢 我們現在正在徵選完畢 這個青年記者 青年記者 透過年輕人 對 透過年輕人來參與這樣的一個採訪 宣傳 對 所以我們完成這個 很好喔 因為現在年輕人的傳達速度是很快 對 因為工具的使用非常流暢 所以這個記者的工作還相當不錯 還有呢 對 當然我們還有完成非常多 包括我們講的交通的規劃 還有這個文化活動的表演 像我們最近週末都有在這個 華...這個... 華奈威秀那邊的 那個通道裡面做一些宣傳 對 那我們各局處呢 也在不同的場合 都會去宣傳這樣的一個賽事 我們有每個局處會任用不同的賽事 然後他們對他們的各項的賽事呢 都會跟民眾講 這遊戲是怎麼玩的 這個比賽是怎麼進行的 希望說民眾更理解就會更喜歡 更會來參與 對 好 那民眾長我們稍微打岔一下 因為我們的這個精英選手 其實已經進入到了最後階段了 你也可以在我們的主播台呢 來關心一下這個我們台北馬拉松 今年這個全程馬拉松的冠軍到底是誰 冠軍應該就是這一位了 應該是 就是這位1號的桑米 來自肯亞 但是他能不能打破紀錄呢 哇 我覺得有點擔心了 因為他目前在高架橋上 他好像有變慢一點點對不對 對 而且他的速度有變慢了 當然隨著可能太陽的這個 可能有一些些的調節上面 但是還是很希望他可以打破大會紀錄 對 他只剩下不到8分鐘的時間 能夠打破紀錄 他還在橋上 對 機會 有點渺茫 要加油 對 他是30歲來自肯亞的選手 不過他一路遙遙的領先啦 這是一場自己跟自己的挑戰 對 民眾長因為我們一直掌握到他的狀況 他從大概三分之一路程之後 就一個人跑了 他很厲害 很孤獨的 對 他就一個人跑了 然後他跑了大概三分之二路程 都沒有人跟他競爭 是 那現在 就是要看他如何能夠 打破這個大會紀錄 大會紀錄也已經 至少超過五年沒有打破了 是 很希望可以見證這個打破大會紀錄的一刻 是 這一百萬放在銀行裡頭都已經升利息很久了 對 加起來如果破大會紀錄就一百八十萬 對 所以說這個一號呢現在是目前我們 一直注重的角色 對 好那當然 密屋長我們剛剛也聊了這個 這個 海北市大運的宣傳活動 包括了像我們有主T恤 有青年記者 記者 還有我們吉祥戶對不對 對 還有我看到現在很多捷運站 也有跟吉祥戶合照的這個活動 是 對 我想這個 還是這樣的宣傳 其實除了讓民眾知道這四大運站 最期待的還是 讓大家能夠來參與 對 那場民眾最好的參與就是 購票進場去給選手加油 真的 我們就是選手最好的後盾 最好的啦啦隊 哇那如果購票的話 是不是 呃 台北市民有優惠 我比較關心這個 其實我們價錢已經非常平價了 大概我們 我們票價訂在這個 初賽的副賽是兩百塊 那決賽是三百塊 好便宜喔 我們就是希望是鼓勵大家進場來看 我們看個NBA 是的 不能比 那個抓五千塊一張票 沒錯 而且我們可以就是透過買票幫選手加油 是最重要的 兩百三百 那很便宜了 而且加的早鳥票還有折扣 學生也有優待 早鳥票 多早買可能會有折扣 呃 我們現在規劃大概明年 二月或到三月之間會開賣 因為這個時間還在抓 我們要比較 是不是也可能會有一種套票 會的 會有套票 比如你看全場全天的 或是全部的同一種類的 對或者是你把 你把所有的場景都埋起來 是不是都也可以全部的 他在玩時間的話 對 一定要支持 對 現在時間來到了2小時04分22秒 好他已經進入到了這個地下道了 他就回來了 機會不大了啦 要破紀錄機會不大 對 依據我的多年轉播經驗 他2小時04分跑到這個位置 基本上不大了 但是無論如何一路以來 他就是保持領先的地位 冠軍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對 對 而且他的速度也變慢了 他可能也自己知道自己要破紀錄沒忘了 所以說速度有變慢了 保持領先的地位就目前為止 保持領先的地位就OK了 是 無論如何太陽出來 天氣還是有一點點的影響 我們剛剛說 就是說最怕的就是太陽 對 因為太陽一上來 整個選手的這個體能就會受不了 是 所以果然就是在 配速的方面 剛剛在8點多的時候 那個太陽一下跳起來 然後那個溫度一下拉上來 真的受不了 好 兩小時零五分 三十五秒 三十六秒 對 那旁邊呢還有其他的選手 其實其他的選手 在跑步的過程當中 碰到這些競技選手呢 也會幫他加油打氣 對 而且剛剛我們有看到半場馬拉松的部分 就是有一些的像我們剛剛的一些冠軍選手 或者是陸陸續續有拿到名次的選手 明年的世大運 也都會看得到 嗯 可望看得到 對 對 這是我們第一次那個成績得到 天津那個 那個路跑協會的這個認證嘛 對 所以有達到成績的達標 就可以參加我們世大運的 是 這個機會 明年的世大運在這個馬拉松的部分呢 就會專注在21K的半場馬拉松 是 包括剛剛您看到的這個女子選手 曹淳毅 還有我們剛剛看到的周庭應 周庭應呢就是以可望可能可以到 台北世大運 但是曹淳毅 明年你是一定可以看到的 對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我們的精英選手 我們剛剛的1號桑米 他現在已經跑出了這個隧道了 好 這又是一個上坡 所以說呢他的速度呢又 會變更慢了 再慢一點點 好 他有前導車 前導車其實呢也有這個計時器 時間的紀錄 所以說這個桑米也大概知道 嗯 他大概還剩多少時間能不能打破紀錄 是 好 大家都是屏息一帶啦 嗯 但目前他領先是勢必必然的 但是就是要破紀錄的話 目前看起來可能是 有一點點距離 對 他現在要轉進來囉 要準備轉進到了台北市政府的前面 有三分鐘的時間 要回到總點線 哇 好 2分07秒 2小時07分 20秒 哇 加油加油 還是非常厲害了啦 我看他一路就這麼孤獨的跟自己奮戰這樣子 他要轉進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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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 見證2016年台北馬拉松的冠軍 到底是誰 每一次看到衝線都會讓人家感覺熱血沸騰 對不對 他就很想站起來 真的 你很想站起來跟著他一起跑 加油 然後很想在後面推他一把 不是 我不是把他推倒 是把他推向終點 對 把他推快一點 希望可以再快一點 2小時08分了 哇 很刺激喔 很刺激 2小時08分了 是 現場旁邊也有很多我們很賣力 在熱情跑的我們的跑友朋友 我們看到他已經進入到了 這個世貿的那一段 等一下就要轉進市府路了 這一段路就是他破紀錄之旅 好 剩下最後的1分多鐘 1分半鐘 哇 不到1分半喔 對 他有沒有辦法 這真的是 破紀錄的時間是2小時10分24秒 一差差100萬 對 差100萬 差100萬 真的差100萬 每年我們都希望可以送出100萬 100萬放在銀行放太久了 對 但是真的要是考量一些氣候的因素 來決定他的配速 他的體能狀況 然後才能夠看到說 他有沒有辦法可以突破我們的大會紀錄 好 兩個小時09分 剩下最後1分多鐘了 有沒有機會呢 好 我們現場的主持人也在大喊 S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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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好 最後的1分鐘 能不能打破紀錄就是最後的1分鐘 冠軍沒有問題了 冠軍是沒有問題了 我們看到了就是 在我們的舞台前方 哇 他出現了 出來了 說不定有機會喔 真的 真的 哇 說不定有機會喔 破紀錄是2分 2小時 10分 2的SAMI 有機會破紀錄喔 哇 太High了 有機會 有機會 真的 真的 哇 破紀錄可以拿到180萬 哇 可能可以破紀錄 2小時10分 剛好 哇 破紀錄了 180萬 哇 我們的SAMI 破紀錄了 2小時10分 當然現在還不是大會紀錄 還要再做確定 是 但是如果按照我們的參考成績的話 他應該是破紀錄了 2小時10分01秒左右 哇 這場跟自己的奮戰成功 好感人 哇 我們剛剛還說他有點沒機會 但是最後關頭他終於衝得出來 我們的現場秘書長你也見證到了 歷史 秘書長你算福星耶 對 福星耶 好多年 好多年沒有破紀錄了 真的 好 這樣可以一起 我們2017世大運也會很成功的 真的 非常成功 為世大運帶來好彩頭 對 帶來好彩頭了 以前潘老師坐這邊都沒有破紀錄 你潘老師我要呼叫潘老師一下 哇 秘書長你還有福氣喔 真的 太好了 最後的成績還沒有確定 最後拳擊還是要看他這個晶片 還有他晶片的成績 但是如果以參考成績就是我們 電子螢光幕上的成績的話 他是破紀錄的 對 好 太精采了 太精采了 我們2016年台北馬拉松 等一下還有女子組能不能破紀錄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也謝謝秘書長 謝謝 謝謝 好兆頭 謝謝 好兆頭 謝謝 歡迎各位觀眾再度回到我們2016年台北馬拉松的直播現場 我們剛剛有一個非常興奮的一個消息 就是我們這一次的台北馬拉松呢 終於能把破紀錄獎金喔 能送出去了 180萬 180萬呢送給了我們的肯亞的選手Sami喔 如果依據我們的參考成績的話 他是2小時10分01秒左右 對 那打破了這個男子選手2小時10分24秒 所以他足足快了大概有20秒 對 老師怎麼來看他破紀錄的一個情況 今天是不是天時地利人和 對 今天的氣候特別的舒服 不管是我們在呼吸 或者是我們身體的感覺 我們沒有在跑的感覺就很舒服 他們在跑的也一樣可以體會到 今天台北的氣候真的非常的棒 對 所以預感特別的強烈 他今天會破紀錄這個預感是非常的強烈的 有機會的 而且最後這一段 大家給他最熱烈的一個加油跟事實 對 然後我們的那個上面那個播報員 也都把他的最大的力氣都喊出來了 因為那個會被選手聽到 會激勵他 對 所以他跟時間在賽跑 然後最後把時間追到了 當然還有一個就是說 他的腳裡面還有晶片 對 他有帶晶片還要再做確認 那這個確認動作就是由這個紀錄組 對啊 大會嘛 大會的紀錄組跟競賽組這邊 來做最後一個確認動作 有沒有破我們這個場地的一個紀錄 對 所以還是要認證啦 我們是參考成績 但是我們先興奮 對 看到那一刻 見證那一刻的時候 就覺得非常的感動跟感人 感覺就是見證歷史 對 因為他也有看到他的配速後段 是一直都在持續的增加速度的 那是對 其實我剛剛在轉播的時候 我覺得他破不了紀錄 因為開始他有變慢一點點 對 那是前段 他那個時候在睡到的時候 那個時間我覺得好像有點來不及 對 然後他的速度也變慢 對 因為我想說他可能 想說來不及了他就放慢了 沒想到 想說一定領先 還沒想到他是保留體力在最後 有有他的計時車的計時器他有在看 是 所以他也在追時間 所以他的機會這麼好的話 他要掌握到 他一定要把握 爆發性 對 他一定要在最後裡面撐住 是 不要讓身體任何的一個不舒服出現 所以他是挺住的 再加上一個加油聲 吶喊聲 給他創造最好的時機 是 好我們剛剛看到的畫面上 應該是男子選手的第二名 第二名是3號的傑克波 那他有可能就是第二名 而且呢 他的成績其實就 落後還滿多的 對 兩小時13分 被甩在後面 拉鋸滿開的 大概差了一公里的距離 差一公里的距離 所以說我們說那個 桑米真的很厲害 他的狀況很好 狀況也很好 然後他還能把他的同胞選手 能甩那麼遠 對 我們看現在是2小時17分鐘 是 所以他們等於已經差了有7分多鐘了 沒有錯 他當初我們邀請他來的時候 他送出來的成績裡面 我們一看是2小時05分 對喔 那這個成績的話 都是所謂國際選手級的那種 對 所以他的Label 對 就是很前面的頂尖 很前面的 對 他有很豐富的一個 一個城市比賽的經驗 所以這一次我們也有新的一個路線 對 讓他跑起來的話 滿順暢的 對 而且我們可以把那個轉彎 在河濱公園的窄小的路轉彎 那個做了一個六公里的調整 回到我們的市區來 也造成了這樣子 他創造這樣子的一個紀錄成績的機會 其實路線是一樣圓 但是你只改了方向 或是改了路線之後 跟道路寬不寬 對 寬不寬 然後整個速度就來了 還有彎度 有沒有 比較多的彎度 那個都是他時間上的一個縮短 跟增加的一個因素這樣 是 如果大會不想破紀錄的話 就不要改路線 不想送錢的話 所以這個路線的配置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一秒兩秒這樣再加起來的話 那真的也是可觀的 對 真的 可能就少一個彎 就少了一兩秒 0.5或者一秒 對 都有可能 所以透過這一次我們對於 路線的規劃跟用心 對 我們得到了這個非常High翻天的結果 對 然後等一下秘書長也來 我們也可以請他 再聊他們怎麼樣來規劃這個賽事 是 路線 因為他那個賽事就是 路跑協會一直在模擬 一直在測試 對 他非常的用心 每年都在測試 是 然後能找到最好最好的一個路段 是 來幫助我們這些選手 創造他的最好成績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傑可波3號 他應該是第二名 哇 其實差的時間很多耶 對 差了九分鐘耶 差滿多的 差滿多的 對 那真的就是我們邀請來 剛剛進來這個是第三名 第三名嗎 對 第三名 剛才有一個是2小時13的 是 對 所以這應該是第三名 對 第三名 因為剛好沒有看到第二名 就是我們相看的那個集團裡面 後來被拆 就是錯開來了 是 對 第二名的是不是應該就是2號 那個威廉 對 應該是就是那個2號 是的 好 那當然呢 這我們的2016台北馬拉松呢 我們這一次的轉播 有一個特點 就是我們也往後延了半小時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要等女子選手 因為每年往年 對 往年我們是六點直播 然後九點收播 然後我們永遠看不到女子選手第一名 我們都已經挖跑進來 對 我們永遠看不到女子選手第一名 然後這一次呢 我們台灣的第一個選手進來了 蔣介文 喔 蔣介文 蔣介文 國內冠軍 我們看看 20分 2小時20分 2小時20分 21分左右啦 21分 對 還要再看他的金片 對 這是我們的國內選手蔣介文 他拿到了國內組的冠軍 蔣介文 這是女朋友齁 很感人的一刻 一定要立刻 老婆 立刻給予熱情的 我以為他旁邊就去親了 旁邊啦啦隊就嚇一跳 你不要把你想的 他前幾年都沒有表現出他的水準 不然就中途出狀況了 有一些問題 他就下來了 或者是說他剛好就受傷 所以今年算是他可以完賽的一年 所以這個成績看起來的話 也慢慢的在接近他的水準 對 非常恭喜他 蔣介文最好的就是2小時18分17秒 對 剛剛跑的成績大概2小時20分左右 尾巴 尾巴 對 已經接近他的水準了 好 那我們看看 看到了現在在這個 終點線分兩邊 一個是半層馬拉松的選手 就比較多 慢慢的回來 另外一賽道就是全程的馬拉松 都互相不會阻礙的話 對 這整個動線規劃都非常好 事前的準備啊 跟一些考量的都非常的周全 沒錯 而且這一次的轉播我剛剛也說了 因為我們往後延半小時 也就是說我們等一下可以看到 女子選手的衝線 往年我們6點到9點的直播 所以女子選手被我們秉除在外 那我們今年呢 也是調整路線 好 我們也調整了 調整路線 那我們也調整了轉播時間 我們也希望看到女子選手 他們的衝線 我們現在看到 說著說著就來了 女子精英的選手 也只剩一位了 對 他的距離應該也是錯了很開 至少也是在1公里 那他現在也上到了這個高架橋 對 他的配速沒有慢 沒有慢喔 對 還是在維持的他的 他的原先的配速 一路的衝刺 這個選手他的上半身 會稍微晃動比較大一點 那個是在跑馬拉松當中 會比較吃虧 因為你都晃動了那一點點的力量 其實就在消耗 耗費體力 耗費體力 而且馬拉松是一直在不斷的動 對 而且盡量不要有彈跳 跳動的這種現象 就像平穩流水這樣子 一個跑法的話 是最省力的 對 因為你蹦也要耗體力 對 他白手也滿大的 這個都是耗體力 OK 好 那我們等一下呢 女子選手就要進入到我們的終點站 到底他能不能也打破紀錄呢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歡迎各位觀眾 再度回到我們2016年台北馬拉松的現場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女子選手 也進入到了我們的轉播區了 而且女子選手能不能打破紀錄呢 剛剛男子的全馬選手 哇 我們的精英選手 已經打破了大會紀錄 接下來我們要期待的是 女子精英選手的部分 哇 不過女子選手 看起來應該是不能打破紀錄了 因為她現在的時間 如果參考時間是2小時27分的話 36秒 那參考時間是36秒 現在已經是剩下最後6秒了 很難啦 不可能 轉不進來了 是是是 好 因為我們剛剛有 剛剛那個我們的潘老師有說 這名女子選手 她在跑步的時候身體有晃動 上半身 上半身有晃動 所以說她的 比較吃力 所以她的成績呢 就會受到了影響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在現場呢也邀請到了 我們中華民國路跑協會的秘書長 秘書長又見面啦 大家好 還有我們主播 顏凱跟我們會 這個謝謝你們 那剛剛我們看到了破紀錄咧 180萬 對 這個是 路跑協會發出180萬了 在這個活動裡面來講 其實我們希望更多的精英選手 尤其是世界頂級的 因為她剛才跑完這些 我們阿姆斯特丹 對 狀況應該更好 那是在年初 那所以在這個地方 他們的經紀人 他們的教練 也希望說她這個調試上 特別為了台北馬遜來做準備 所以我們也很高興 把這樣的一個獎金播出去 哇 每一次邀請的這個名單 都是很頂尖 有特別選過的 是 因為我們要看她 這個近兩年的成績 尤其是在 因為我們是在年底 所以我們就年初 她是跑過什麼樣的成績 因為這個對他們來講 事先跟他們的教練談好 他們怎麼樣來準備 這場比賽 所以 因為這些人都經過特調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很優異的頂尖的路跑選手 在台北來呈現很好的成績 對 那這一次其實我們要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她能夠破紀錄 有可能也跟路線上面是有些關係 對不對 因為今年的路線畢竟是有些不一樣 是 今年的路線 除了我們的環古城這樣的一個概念之外 我們有幾個修改的 譬如說我們在和平公園少了六公里 對 那就是那邊的受風力就少很多 再來就是我們原先百年橋那個地方把它取消 就是在那個轉彎處也減少了這樣一個弧度 那再來當然很感謝我們這個台北市民的容忍 就是在我們的西區中正區裡面來講 我們的一個交通管制 讓我們這個選手能夠很燦快按照他的步驟 去把他的成績完成 那我們知道改了路線之後 我們這一次有一個重點就是古城巡禮 我們也知道台北馬拉松也已經30年了 剛好配合這個古城巡禮 是不是那個傳承的味道還蠻濃厚的對不對 對 其實我們從這個我們的資料 我們的歷史的記載 其實在1916年就是100年前 就是也是100年前的 那時候我們就在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就有一個台灣人 那參加在那個活動裡面就有一個環城路 那時候是從我們那個監察院 現在的監察院裡面 造的這個整個五個城門 因為那時候西門 那在那個時候裡面來講西門叫寶城門 那時候他們就有這樣的一個活動 所以這個裡面其實來講 這個傳承來講概念來講 其實不管是從以前日本 那個時候的一個在台灣這邊的推動一個 不管是我們的血液上面 或是在運動畫面 那時候就有這樣的一個路跑賽 但是他們距離比較短 但是環城裡面當然只有六公里 那接下來到1986年 當然就是要知道我們會要領養 我們的季姐 季正小姐 那時候把這個國際上知名的這些經驗 馬拉松賽引進來 所以開始我們就把1986年開始當成是我們台北馬拉松的一個創始 所以到現在就是30周年生日快樂了 對 那真的是非常棒 因為我們希望把這個我們的這個台北馬拉松 如果繼續的傳承下去的話 很可能就變成一個像波斯頓馬拉松啊 或者是東京馬拉松一樣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比賽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要來談一下就是說 現在的比賽只剩下全程跟半門 是不是在對於我們的國際認證方面 會有更大的一個注意 對 我們這邊來講的話就是說 其實台灣現在的賽事越來越多 對 那我們這邊不管是各縣市啦 或是鄉鎮都在半 那我們台北馬拉松來講 我們還是 其實我們很多的台灣的第一的紀錄 比如說我們最早用一個國際認證的一個路線 我們AMS裡面來 再來我們最早使用晶片計時 比如說我們再來我們這裡面來講的一個 所有的一個交通裡面來講的管制 管制裡面在市區裡面是完全是 以台北市來講是最辛苦的 也算是一個創集 再來就是我們這邊還有拉拉隊啦 志工啦 獎金最高啦 甚至我們每年的這樣的一個直播的一個團隊 非常感謝東森的團隊 謝謝 其實我們今年知道 增加了很多的一個特殊的一些秘密武器 對 比如說我們的空拍 它是能夠直接衛星 直接就直播了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現在 我們的這個機車這種所謂的穩定性 它有一個Standing Cam 對 沒錯 這種裡面來講的話 讓我們這個畫質啊 尤其是4K的畫質 讓這個活動的精采度更加的提升 大家透過了轉播可以看到更優質我們的賽事的呈現 對 這個真的特別感謝我們東森的團隊 對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的榮幸 尤其今年我們剛剛在轉播過程當中 也有用那個空拍喔 那畫面真的很漂亮 很壯觀 然後呢 再配到我們的那個古城巡禮 從那個古城這樣子望過去 那真的感覺很舒服 對 然後又看到了今年我們北門的呈現 對 整個一個創新 是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再來請我們的祕書長 等一下可以好好的跟我們一起來看女子選手的衝線喔 那現在女子選手呢 就是7001號喔 7001號就是墨西奇巴魯斯喔 那她目前是現在也是一支獨秀啦 這一次呢我們的精英選手呢 男子選手跟女子選手都是一支獨秀 男子選手已經是打破了我們的大會紀錄 然後女子選手呢 現在已經是沒有辦法打破我們的大會紀錄了 因為她的時間已經經過了兩小時三十三分 是 那她現在要保持的就是她的領先的地位 但目前為止看起來呢 這一個背號7001來自肯亞的墨西這一名選手 機會是很濃厚的 嗯 好 那她現在已經轉進到了這個世貿了 其實這一次路線的規劃 是不是賽前我們都有做很周全的準備 是的 因為這裡面來講 我們還是請這種國際A級的張揚也來 來搭配哪一種的一個賽道 是讓選手裡面跑得比較更 比如說她的一個阻礙盡量降低 然後那個坡度 但是現在因為來講 我們這個台北這樣一個城市馬拉松賽 因為一個交通的一個問題 所以很多必須要下地下道啦 或是上橋啦 這個我們政府這邊也在想辦法慢慢要改善 所以希望說把這些讓選手裡面 這些算是一種阻礙或是影響成績的 慢慢把它消除掉 因為我們一年一年來改進 讓這個台北的馬拉松 能夠在整個賽道上成績的創造上 能夠更有力 可是市民朋友感覺都是非常的支持 也越來越的可以就很參與 跟融入這個台北馬拉松 所以好像配合度一年比一年更高 是也感謝我們台北市民的容忍 因為說真的 因為你看早上又是一個 今天的陽光又那麼燦爛 所以在整個的一個市民的外出 可能受到一些限制 但是我們這邊也是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幾個月前 就開始做一些宣導啦 那我們這邊也跟這些村裡面的里長 也跟他們做一些溝通 那我們這些市民也知道 因為這裡是每年的十二月的第三個禮拜 很重要的賽事 變成一個傳統 對 是 所以謝謝這些市民的一個協助 當然這個不是台北市民啦 我們可能整個 所有來自全國各地的 或是一些觀光客啦 這些都很受到一些影響 就感謝民眾 感謝大家提供路權 來提供給我們優秀的這個跑友們 好那我們現在的女子選手呢 我們非常關注的女子選手呢 已經要進入到了我們的主播台的前方 也就是終點線的前面 好 那她應該是沒有問題 是可以拿到女子組的冠軍 墨西 7001號來自肯亞的選手 32歲 不過她的成績呢 她的最好成績是2小時27分 今天可能沒有跑出她最好的成績 是 不過還是非常的期待她待會兒 可以衝過終點線的那一刻 哇 好 現場的主持人也在大喊 墨西 好 我們來看看她最後的衝線時間 我們的 計時器就在終點線的上方 所以觀眾朋友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現在是2小時36分30秒 31秒 好 好 她的衝線是2小時36分35秒 好 她就是我們全場馬拉松的女子組的冠軍 來自肯亞 今年32歲的墨西 好 雖然說沒有辦法突破大會紀錄 不過今年我們見證也看到了女子選手 這個穿越終點線的這一刻 好 好 主持人又在大喊 就是應該有另外一位選手 她也要來衝線了 沒錯 好 後面的是莉雅 莉雅她也衝線的是7002號 也是來自肯亞的選手 是 在整個每年的台北馬拉松 幾乎都是肯亞選手的天下 是 現在國際上來講的話 也是肯亞 也是肯亞 這兩個國家 非洲國家 對 其他的非洲國家怎麼都沒有在跑 每次都是這兩個在跑 比如說烏干達她是短跑 喔 短跑 還是有一些南非的長跑選手也不錯 可是 還是以這兩個國家最厲害 是 因為他們整個國家裡面 就是有這個傳統 有這個風氣 因為他們的一個高原 還有像他們自己的 譬如說他們的兄長啊 而且同僚同學啊 都以這個活動裡面 當作他們是一種鄉村 或是他們自己的族裔裡面的一種光榮 而且又可以改善他們的家庭生活 經濟環境 是 如果說棒球是我們的國球 他們就是 跑步就是他們的國跑 國跑 對 他們的運動可能就是跑步 所以競爭激烈的環境之下 可以來參與國際賽是非常厲害 對 他們也很多的譬如說訓練營 現在全世界 不管是日本啊 或是一些歐洲國家 他們想要把長跑裡面加以訓練 心會功能都會送去肯亞做訓練 好 那今天非常謝謝我們 路跑協會的秘書長 非常謝謝你也陪我們看了一段比賽 謝謝 謝謝秘書長 我們身為休息一下再回來 歡迎各位觀眾再度回到我們2016年台北馬拉松的現場直播 那我們現在看到呢 我們陸陸續續我們的跑者呢 已經漸漸回到了我們的終點 那我們今天的重頭戲 也就是我們男子組的冠軍 以及女子組的冠軍都已經出來了 我們男子組的冠軍呢 還打破了我們的大會紀錄 來自肯亞的桑米 獲得了180萬的獎金 對 獲得180萬的獎金 女子選手是我們的來自肯亞的墨西 她沒有打破大會紀錄 但是也可以拿到冠軍獎金是80萬元 那整個台北馬拉松呢 辦到現在已經是歷30年了 歷史悠久 那怎麼樣才能夠 跑一個很好的馬拉松 那營養的補給老實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的外景主播我們的Summer 她就訪問到了一位營養師 怎麼樣來調配營養 我們來交給Summer 早安 佩穎元凱 哇 剛剛的拳馬選手 第一名已經跑回來非常的棒耶 而且大家都非常的感動 因為呢 她要突破了紀錄了 不過呢 其實呢 在突破之前呢 要有非常多的訓練 才可以順利地完成這個賽事 那我們也非常榮幸地 邀請到了營養師 可以來幫我們跟大家建議一下 如果下一次在比賽之前 有沒有什麼一定要注意的 讓她整場活動呢 可以很順利地完成呢 OK 好 那這樣子的一個比賽 其實是十一格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但是 那我們從中進一賽的時候 我們在賽季需要的就是 比賽的比賽 不要緊 如果你可以比賽 比賽的比賽 比賽的比賽 可以演外你當比賽 才是對你在比賽的時候 去創造最美好的整件事 那再來第二個階段就是說 你需要在比賽完之後 趕快去恢復你的能力 因為這場的高強度比賽呢 會讓你感到非常的疲勞 你可能會非常的不適 所以我們在這個時候 通常我會建議這些跑者民眾啊 你可以跑完之後 可以就是選擇像是補充品 基金這樣子的方法 因為我們在發現基金 它對於說我們運動後 在一個消除疲勞的部分 有一些幫助 特別是像是消除乳酸 它會清除得更快 還有你的血胺 也會清除得更快 這些都是讓我們覺得 很疲勞的一些物質 它可以幫助你快速代謝掉 然後呢 你就會感覺到 體力精神回復的比較快一些 那在選擇上 我們還是會比較建議說 可以挑一些 比較有國家的一些認證過的 像是最好是有抗疲勞認證過的基金 它才對這方面的一個幫助 會是比較明確 而不是說 如果你沒有認證過的話 或許這個幫助 不見得會是那麼的 有一個成效的部分 那建議大家就是說 像今天如果已經跑完的跑者 那可以到後面的一個攤位的部分 來參加我們的一個白蘭市的活動 那這個活動的進行 跟我們玩一個小遊戲 那在憑你的號碼盤呢 我們就可以有一個基金的 可以免費領取 可以免費零用 然後幫助你今天的活力的恢復 跟一些疲勞的消除 可以更快的打算 然後去享受你這個美好的週末 真的非常的貼心 因為剛剛醫師有講到說 其實在賽後的時候 可以來上一瓶的話 其實更棒的 所以直接去白蘭市 這次在現場 直接有玩遊戲 評審哈馬牌 可以來到這裡 所以你看他背後 其實現在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剛跑完了之後呢 馬上就來到這個攤位 要換取這個小基金 這個是非常的棒的 所以其實呢 今天剛剛醫師講得非常的好 就是在賽前要注意的 跟賽後手要注意的呢 大家都可以銘記在心 因為呢 每年都會有這個路跑的 沒有錯 那現在呢我們就先把現場交換給袁凱囉 謝謝Summer 謝謝Summer 也提供給我們這個營養補給 因為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其實我們路跑在 42公里或者是21公里的路程當中 你這個營養的補給真的 要有充分的準備啦 是 因為像我今天一早上一來的時候呢 大會還在廣播 就是說 如果你精神不計 睡眠不足 也拜託你不要跑 對 怕你昏倒 對 真的就是 你跑可以啦 但是我們就怕你昏倒 昏倒其實老實說就是 很麻煩的一件事 所以跑步 雖然是快樂 但是還是要量力而為 而且其實前幾天是不是 就應該要做一些調整的訓練 有有有 如果說你有設定那個門檻那個標 那你自己要想辦法去達到的時候 這個所謂營養補給這個部分 就會做一些影響性啦 對啊 而且睡眠也要充足 對 食物的一個操服法 比如說在賽節 或者是當天早上 當天早上的話 也就是碳水掛火屋 那兩天 前兩天就是大量的吃米飯啊 這個都可以做 為什麼要大量吃米飯 對 因為 對 它可以儲存一些能量在你的體內 然後到跑步的時候 就慢慢的把它消化掉這樣 那個是增加 其實在跑前 就是結合你的訓練 在跑前其實還不適合大量進食嘛 對不對 對 沒錯 因為增加會自己的負擔 所以能量的儲存 飲食的這個搭配是很重要的 對 而且再減脂肪類 或各種都盡量就不吃 都不吃喔 對… 因為那個東西是比較 比較幫… 消耗體力 幫不上忙 對… 感覺好像熊在冬眠 前兩天 你要先多吃點 而且吃還要吃對東西 如果一般素人跑友 倒不需要去做這一款 可是說你已經有一個實力了 精英選手了 是 你要想要在創個人最佳的成績的時候 這個食物的超普法是可以介入的 對… 因為其實跑步已經算是一門學問 對… 大學問耶 不是亂跑 真的喔 以前我們都覺得說 以前在還沒有轉播台北馬拉松的時候 我就覺得 反正就你有體力你就跑得完嘛 完全不是這樣 對… 就像我們當兵一樣 反正你就很厲害 你體力你就跑得完 搞不好 現在真的不是這樣 而且尤其是每一年 潘老師給我們的一些指導啊 然後跟一些講解之後 我覺得每一年好像都有新的知識 對…就是看門道 原來就是說 跑者他們在配速的部分 想法的部分 戰力的部分 都有他們的這個計劃 而且現在呢 我們的跑友老實說 越來越精了 因為有很多的這個跑步訓練班 像我們潘老師喔 他自己就有跑步訓練班 對不對 我是高中的教練 我是在鋪底的 就是基層 基層的一個 扎根 還有扎根 可是你之前不是有 教那個什麼女子 那個是一個義務性的 去做一些服務 就是把跑友他們的那個 有一些缺失啦 或者是說他們需要的 去修正的地方 給他們做一些建議跟服務 跟服務 指導 指導他們 對 因為那時候我就知道潘老師 他有這種 這種義務性的幫忙 對 對 潘老師本來要叫我去 經過你有去嗎 沒有 對 我不太喜歡跑步 對 可是潘老師對他來說 就有種傳承 對不對 也把對的東西陸陸續續 交給更多人 推廣 對啊 因為我對元凱真的很慈悲 所以我都沒有用 你沒有逼他 我都沒有強壓的方式 不然的話就把他拉 不然就打電話給他 元凱 跑步了 走吧 老師很多運動 那個老師都想 都很慈悲 老師都想要拉你一把 對啊 很多老師都想拉我一把 沒想到 以前我轉播高爾夫的時候 有很多高爾夫老師要教我 結果呢 結果我 對 你知道時間嘛 你是個體育主播 但沒有一項 沒有一項目是 有有有 保齡球我有練 就保齡球 對啊 因為保齡球 保齡球比較不適合 不累嘛 你願意參與的話 你現在是全能型主播 對啊 全能型選手 其實我這幾年這樣感受下來 元凱的專業 這一塊的馬拉松的部分 已經 一直有提升 提升了很多很多 我們現在說 我們又說了一嘴好馬拉松 以前是說了一嘴好球 以後我們球類運動比較厲害 對對對 陸陸續續透過了這個 潘老師的講解 透過了這個參與轉播台北馬拉松 我都覺得大家知識進步很多 泰紅 我覺得進步是最明顯 真的喔 而且還會把這個我們的成們 整個台北市都融入在裡面 那這樣介紹起來的話 真的聽起來就是非常的舒服 謝謝潘老師 而且非常的活潑 然後感覺這樣的活力 動力都跟著來了 他非常有活力 潘老師你拉他去跑步 就不要吧 我之前參加過那個就是那個馬拉松 跟其它的女主播一起 那不叫馬拉松 那叫五公里小跑步 可是我真的覺得跑步很舒服 風景秀麗的地方 你跑起來感覺特別不一樣 但是也就一直停留在那五公里了 潘老師拉他去跑步 他很喜歡跑步 沒有 我比較喜歡 那我要拉袁凱一起 有我就有他 五公里OK啦 五公里可以 你小case啊 二十年前當兵的時候 現在也可以啦 你再練一下 所以我不能對袁凱太慈悲 好 潘老師我們聯絡一下 幫他拉過來 還有蜘蛛人耶 我們剛剛看到皮卡丘 現在有蜘蛛人 台北馬拉松其實算是 除了精英比賽之外 其實也算是一個跑步加年華 所以其實你有任何的裝扮 只要你不要中暑 不要跑到脫水 不要影響你的身體狀況 對 你要裝扮其實都OK的 然後大家都跑得很開心 那今天大家可能臉書都要被洗版 非常舒服的天氣 我們就洗一天好了啦 臉書被洗版洗一天 應該的啊 應該的啊 對 這也算是 全民參與的活動 台灣的一項很重要的一個賽事 所以我們今天洗一天版 沒問題的 而且早上就是凌晨 我來的路上的時候 那時候還天黑 然後看到好多人就是 有志一同的好像 一起來參加這個 台北馬拉松的活動 就覺得很感人 對 儘管說我們是在主播台上 但是每一年轉播都覺得說 哇 有越來越多的跑友 很共襄盛舉 很熱情 對 而且到Seven去買咖啡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跑友 你就一對眼 大家都是有志一同 對 那種感覺 都熱愛馬拉松 很好耶 全民運動 對 而且我們對台約馬會 更高的期待 因為它會越來越好 對 越來越棒 對 好 我們2016年台北馬拉松 連續第六年東升電視台為您 現場立即施放轉播 而且我們轉播的畫質 以及轉播的技術 越來越增進 我們也希望明年能夠繼續來轉播 我們把整個轉播的技術再提升 我們今年又有空拍機 有雙框 一次就呈現了有男子選手 女子選手 一怒了然讓你掌握最新最及時的戰況 對 而且我們在整個定點的部分 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元了 多元了 做了一個新的一個多元的嘗試 那都還不錯 好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空拍機 也是空拍機那種整個浪井 這個就是空拍機 有沒有 非常的壯觀 非常的壯觀 現在空拍機已經回到了我們的 這個市政府的上面 終點線這邊 陸陸續續很多的跑友都跑回了終點 大家的臉上都掛著滿意的笑容 非常非常的開心 這一集到底在哪裡 我一直蠻好奇的 手持穩定器 我們的技術越來越提升 拍一下那個手持穩定器的攝影師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長什麼樣子 救他 救他 今年很多的創意都出來了 漂亮漂亮漂亮 哇 抓到人了 抓到人了 好了 他還是 他工作方面還是有危險性 不過這個鏡頭也漂亮 非常 透過很多不一樣的角度跟面相 然後來呈現台北馬拉松 非常熱情洋溢的一面 好 這也是我們東森電視台不斷的 求精求變 是 我們也希望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繼續支持我們東森電視台 也希望大家能持續支持我們 2016年台北馬拉松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 我們的潘瑞跟潘老師 謝謝佩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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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推我們明年見 拜拜 pilot 有機 體重來了 我們現在只有全 CCP 來到我們台上 好 那我們也請了我們總經理來和董哥們的獎項 恭喜我們半全馬拉松女子組的第三名 曹淳玉掌聲獻給他好不好所有的跑者們 那我們一起來開張合照 請看前方的鏡頭 好 謝謝 謝謝 也謝謝我們台北副報應盤的總經理 今天是在我們活動現場 台北副報應盤 有在